在之前的时间里 我们用了六期节目 讲述了即时光案 那么即时光案呢 也是2011年公安部开展的 青网行动里面的典型案件之一 今天开始呢 我们来讲另一期典型案件 杨树斌案 其实提到杨树斌 很多人在一起 很多朋友应该听过 这算是建国以来赫赫有名的汉匪了 他们的作案性质 非常的恶劣 这事呢 咱们先从2002年说起 2002年9月份 吉林省吉林市 正好呢 也是从夏天到秋天过渡的这么一个时间 一早一晚啊 天气已经凉了 天气已经凉了 但是白天呢 还是挺热的 9月11号的时候 在吉林市船营区的一个居民楼里边 也是过去那种老楼啊 家住三楼的住户啊 就发现这下水道怎么这么不通畅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正好赶上这一天呢 还是周末 一般情况之下 周一到周五上班 大伙呢 吃的也简单啊 包括一些洗洗涮涮啊 收拾屋子的活都是放到周末在做 所以这一天呢 大伙也是 有时间了 该洗的洗 该刷的刷 自然而然的 这个居民楼里的用水量啊 层层就上去了 所以呢 不光是三楼这户居民 感觉下水道不通畅 六楼以下的下水道啊 所有居民家里边 都感觉这水排不出去 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一楼居民家的下水道里边啊 还源源不断的 冒出来 油乎乎的肉馅 得了吧 赶紧打电话吧 找物业 让物业来清理清理 看是怎么回事 物馆人员呢 很快就来了 就清理这个下水道 就看这一堆肉馅啊 清理完一波 还有一波 清不过来 里边呢 还有一些碎骨头 大伙就都纳闷 这是谁家在炖肉啊 啊 你炖了肉了 好好的肉你不吃 你为什么还不都把它给倒了呢 这疏通队的工人们呢 也很生气 挨夹挨复的砸门 哎 是你家炖的肉 扔下水道里了吗 不是啊 就在这时候 一个工人呐 感觉不对劲 因为这些骨头 不像是猪牛马羊 哎呦 这会不会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 就猜上了 赶紧的吧 别真是有什么事吧 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吉林市公安局的民警 就赶到了现场 但是警察呀 也不能仅仅凭直觉 就做出判断 这事儿 你还得经过专业的鉴定 过了不长时间 警方的化验结果出来了 这些肉和骨头啊 也不是猪肉 也不是牛肉 也不是羊肉 而是人肉和人骨 哎呦 这一下子 事情的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这是杀人碎尸案啊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得呀 从前几天开始说起 有这么一位 专门以卖银为生的女人 长得呢 挺漂亮 打扮也特别时髦 她叫月梅 经常的出入高档酒店 她永远呢 是面带微笑的 跟谁呢 都和和气气 并且呀 特别的妖娆妩媚 一般的男人 见上一眼 哎呦 这心里啊 你就得咚咚的打鼓 怎么这么漂亮啊 啊 这个月梅呢 这一天呢 打了一辆出租车 手上带着一枚钻戒 他这戒指哪来的呢 是一个老板送他的 这个老板呢 跟他约好了 说你来我的住处啊 你陪我一晚上 他这一拙嘛 这老板 这老板都舍得送我这么大个的钻戒 这我要陪他一晚 我得挣多少钱呢 原本呢 这月梅呀 生意安排的满满当当 每天晚上 得转好几个场 在这个酒店 忙活完事之后 再赶到下个酒店 最多的时候 这一晚上可以赚两三千 02年各位 这是02年啊 一晚上两三千 可是今天呢 那老板开了大价钱了 不用那么转场了啊 不用辛苦的伺候那么多顾客了 我只要把这一个老板伺候好了 我今天这收入啊 就非常可观了 甚至我这一个月接下来 可能都不用干活了 不用努力工作了 这月梅呢 毫不犹豫的 就答应下来了 这个老板呢 就叫杨树斌 是几天之前 他们呢 在服务与被服务的 这个关系之中 就认识了 杨树斌呢 出手很阔绰 不光钱给的多 还给了这么一个大钻戒 这对于月梅来说 这就是高端顾客呀 有钱的主顾啊 所以呢 不管杨树斌提出 什么样子的要求 月梅都不会拒绝 月梅呢 现在打着车 急急忙忙的 就赶到杨树斌的住处 他在这赶路的时候 杨树斌 还有他的同伙 叫张玉良 吴洪业 他们仨人呢 在屋子里边 抽着烟的 有说有笑的 在他们看来 月梅过来 可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 最主要的是我得在他身上挣钱呢 眼瞅着 时间就快到了 估摸着呀 月梅也差不多该来了 杨树斌呢 就跟剩下俩人就说 一会儿啊 那娘们来了 你们先回房间里边待着 别出来 他手底下这俩人 明白他的意思 摆明了 杨树斌 是想先跟那个女人呢 发生性关系 马痛快痛快自己 再下手 干正事 张玉良和吴洪业 都怕杨树斌 他们仨人呢 这也不是头一回在一起作案了 那俩人呢 对杨树斌是言听计从 很多时候啊 不用杨树斌吩咐 一个眼神 他们就能体会出来 就明白该干嘛了 这时候杨树斌 接到了月梅打来的电话 喂 哦 到了 对 七楼 西边这个房间没错 接到月梅电话的时候 杨树斌呢 很沉着 一点破绽也没有 没过多久 就听见楼道里边 叮叮咣咣咣的 高跟鞋的声音就响起来了 月梅其实上来的时候啊 心里呢 也不太高兴 他觉得楼层有点高 因为这个楼啊 又挺破啊 就那种旧的居民楼 你又在七楼 他又没电梯 你说咱发生那样是吧 很浪漫 很刺激的事情 在大酒店里多好啊 环境也好 是吧 气氛也好 咱这容易投入啊 让我到这儿来 这普普通通的居民楼 你趴个楼都累个半死 还能干什么呀 可没辙呀 人兵哥给的钱多呀 那让上哪就上哪吧 到了七楼的时候啊 月梅都有点出汗了 平时也不这么趴楼 真是累的 他呢 也挺奇怪 哎 我都打电话 说我到了 怎么也没人开门来迎我呀 就伸手 按响了门铃 门铃一响 杨树边把门就开开了 哎哟 兵哥 知道我来 也不主动开门接我 门一开 月梅呢 先撒上娇了 男人呢 就受不了女人撒娇 杨树斌 很配合的啊 笑了笑 也没说什么 别看月梅心里边 总感觉杨树斌是大块 杨树斌有钱 杨树斌心里边 还觉得月梅有钱呢 他觉得呀 这类卖银的小姐啊 都能挣钱 并且呢 又容易上钩 你只要以顾客的身份 你约他啊 谈价的时候 给钱给他高点 哎 这些人呢 他愿意跟着你 愿意顺从 因为这两个特性吧 所以杨树斌呢 就把这个卖银小姐 作为他们的抢劫目标 他们的方法啊 其实挺简单 杨树斌呢 打扮得光鲜亮丽啊 装成大款 到这个洗头房啊 夜总会啊 歌厅啊 去物色目标去 我忘了这两天 是哪期节目里边 反正也是提到了 发廊里边的这个 卖银女人 有听友底下 还留言 还问呢 说啊 发廊不是 剪头发的地方吗 怎么会有 这色情服务呢 我只能说这位朋友啊 没赶上特殊年代啊 到回十几二十年前 我就记得我们老家 一个小县城 专门有一条街啊 两边大大小小 各种各样的发廊 都是写着什么美容理发 尤其后边四个字很关键 叫按摩休闲 事就出在这按摩休闲上了 其实说白了 你进去之后 你连个理发推子都找不着 你连瓶洗发水都找不着 连个梳子都找不着 就是提供色情服务 当然现在 那样的场所早就没有了 现在对这些场所的监管力度 也是越来越大啊 咱们再说回来 这杨树斌呢 到这些场所之后 为了引诱这些小姐上钩 往往呢 就假装自己是做大买卖的 出手啊 特别的大方 原本嫖娼一回应该给二百的 给五百 该给五百的 给一千 看见又长得漂亮的 送礼物 就跟现在 很多朋友 在短视频直播平台上 看见那些长得漂亮的女主播一样啊 刷礼物 哥哥 什么火箭走起来 跑车走起来 一个性质 往往啊 不出第二天 目标呢 就会主动的 给杨树斌打电话 斌哥 人家想你了 你什么时候还要人家呀 就这样 一打电话 这一约时间 那这事啊 就算敲死了 岳梅进屋之后 那扇防盗门 邦机就关上了 岳梅呢 先去了一趟卫生间 一看 哼 卫生间里边有马桶 怎么还弄这么多大塑料盆啊 出来的时候 看厨房里边啊 摆这几个大号的那个娃罐 过去啊 用那大娃罐 蒸东西用的 炖东西用的 杨树斌呢 也没理他这茬 抱着肩膀 就看着岳梅 在房间里边转来转去 岳梅呢 还感觉挺新鲜 杨树斌呢 把专门用于和岳梅联系的手机 这时候就关了机了 岳梅这也算是 逛有完了 回过头来一看杨树斌 斌哥 这时候啊 杨树斌早就掏出来了一把匕首 把岳梅筐腾 就扔到床上了 我告诉你 你但凡发出一点动静 白的进去 红的出来 知道吗 岳梅这时候都吓傻了 泪流满面 斌哥 你别废话 杨树斌 看见岳梅手上 还带着那枚大钻戒呢 直接就把他摘下来了 这好东西我还真能送你啊 五归原主了 我跟你说啊 另外一个房间里边 还有我两个兄弟呢 你再叫两个小姐过来陪他们 记着 你要敢露出破绽 还是那句话 白的进去 红的出来 一边说着 杨树斌呢 就一边把岳梅的电话递给他了 岳梅表现还真不错 按照杨树斌的要求 给关系不错的这些女同事啊 女同行 打电话 哎 有老板呢 出价五千包业 你们想不想干呢 别的女孩啊 人好多不愿意干的 有一个女孩也听货 五千块钱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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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这 在在哪啊 约梅把地址告诉他之后 哦行行行 知道了 那马上就到啊 马上就到 你就别别介绍别人了 着急忙慌的 就赶过来了 杨树斌一看 别的女的也没上钩 行啊 就你们俩 也够了 还真是过了没多长时间 岳梅那朋友就来了 叮咚叮咚 按门铃 门一开 看见杨树斌了 杨树斌呢 还没等他说话呢 直接就把他抱起来 扔到自己那张大床上 他呢 在那很狂暴的 就和这个女孩 发生了性关系 让岳梅啊 就在旁边看着 你当观众 你当旁观者 这个女伴一看情话 也知道不对劲 这是上了贼船了 岳梅呢 只能哭着跟他说 我没办法 我实在没办法 这俩女人呢 抱着这是一顿哭啊 杨树斌就看不得女人哭 一般男人见不得女人哭 是上去哄哄 哎呀 别哭了 哎呀 有什么话好好说 杨树斌不是 哎呦 我见不得女人哭啊 上去一顿全打脚踢 行了 我不看了 让我俩兄弟来吧 把另一个房间的张玉良 吴洪业就叫了过来 俩人就跟恶狼见了肉似的 就扑向了这两个女人 这两个女人 后来又是怎么成为了下水道里的那堆肉馅的呢 经过两天的休息啊 这算是半血复活了 嗓子好点了 虽然感冒还没好 但是能继续录节目了 这两天呢 也看见 听友们对我的关心啊 在这再次的谢谢大家 也提醒大家呢 多多的注意身体 咱们呢 就接着讲回杨树斌案 上一期节目 大伙还记得吗 咱们讲到了 杨树斌呢 叫过来一个卖淫女 叫岳梅 并且在威胁之下 让岳梅又叫过来一个认识的女伴 俩人都过来以后啊 可以说是 承受了七天非人的待遇 就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受到了杨树斌 张玉良 还有吴洪业三个人的轮番的折磨 这七天过后啊 岳梅他们俩是彻底放弃抵抗了 兵哥你说什么是什么 只要能赎命 多少钱我们都给 乖乖的就把几年来 靠出卖自己身体赚来的钱 全都给了杨树斌 俩人的存款呢 都取干净了 从岳梅那呢 是拿到了十二万 从另外那个女孩那呢 是拿到了四万多 一共十六万多 对于2002年来说 这可不少了呀 可杨树斌 还是不满意 我知道你们有钱 就十二万 骗谁呢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心里有数 接下来呢 就有强迫他们 赶紧的 给你们的亲戚朋友打电话 借钱 岳梅这时候吓他呀 跪在地上 兵哥 我父母都是种地的普通的农民 家里穷得要死 我这些年是没少赚钱 可除了还债 剩下的前段时间呢 都给家里盖房子用了 要不你给我半年时间 我再给您挣去 我挣多少全是您的 杨树斌呢 其实还挺喜欢这个岳梅 岳梅呀长得漂亮 对杨树斌也是百依百顺啊 你看让叫女伴 就叫女伴过来 让发生关系就发生关系 让给钱就给钱 二话不说 可不想杀他也不行啊 毕竟他知道我是谁 这要把他放出去一报警 我不就完蛋了吗 要来要去甭管怎么威胁 发现这俩女孩啊 确实都拿不出钱来了 看来这也是炸干净了 转过头来 就跟张玉良 吴洪业就说 给他们净身 让他们舒舒服服的上路 这都是黑话 净身是什么意思 就是给他们洗个澡啊 上路呢 不明思义啊 就是直接杀了呀 这回呢 还专门说舒舒服服的上路 就是别用一些 让他们痛苦的方式 俩受害者 在卫生间里边洗了澡 随后张玉良 吴洪业呀 让他们喝下了一瓶饮料 这饮料里边呢 有安眠药 哎 睡昏过去 被杀的时候就不感觉痛苦了 俩人喝下去之后 荒唐倒那就睡呀 接着张玉良 吴洪业 这俩人呢 就掐住月眉 跟另一个女孩的脖子 活活就把他们掐死 看见这俩人死了之后 怎么处理尸体 这又是一个问题呀 事已至此 只能分尸了 这仨人啊 三下五穿 把两具尸体就肢解了 用卫生间的那个大盆 就装着他们的尸块 然后呢 到厨房里边 咱们上期节目不说了吗 厨房有蒸东西的 那个大瓦罐 大门罐 放到里边就蒸 都蒸熟了 把这肉啊 就剔下来 剔下来之后呢 拿刀都剁碎了 然后扔到卫生间的马桶里边 用水一冲 骨头呢 则是用钳子啊 一点一点的 把它给夹碎了 这才有了 咱们上期节目说的 那下水道事件 就他们楼下的住户啊 发现下水道堵了 找通管道的工人来看看吧 一看好多肉馅 挨个的敲邻居的门吧 哎 没人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呢 有个工人发现不对 这肉看着 不像猪肉牛肉羊肉 哎呦 这什么呀 这不会是 赶紧打电话报警 吉林市公安局的民警的第一时间 就赶到了现场 也是把这些肉馅提取了一部分 然后呢 送到局里边去做花样 就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呢 围在这看热闹 杨树斌跟张玉良呢 在外边办完事回来 哎 正好跟警察一块赶到的 他们一看 怎么这么多人呢 怎么还有警察呀 什么事啊 混到人群里听听了 混到人群里啊 就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 怎么下水道堵了啊 怎么下水道里边 油油乎乎的 好多肉馅儿 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浪费啊 买这么多肉 做熟了也不吃 都扔了 杨树斌他们一听坏事儿了 这事儿啊 暴露了 怎么办呢 在咱们那出租屋里 两具尸体还没处理完呢 我们驾驶证也在里边了 这公安要是顺着茬上去 一推门见着两具尸体 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再一查东西 看见我们的驾驶证 我们跑不了了呀 大伙在那议论纷纷的时候 杨树斌跟张玉良呢 也在那装作嘀嘀咕咕的 周围的人一看啊 这俩人这不就顶楼的邻居吗 也没想到他们就是凶手 杨树斌这边呢 一边装模作样 一边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想来想去 只能冒险了 尸体啊 咱们就不管了 现在想销毁也来不及了 把能证明咱们身份的驾驶证 拿出来就行了 张玉良呢 还在犹豫 兵哥 是不是太冒险了 咱们直接跑吧 杨树斌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张玉良不敢说话了 不敢自声了 赶紧的 上去拿去吧 俩人深吸一口气 朝着楼道就走去了 这时候警察呀 里里外外的忙活着呢 楼道里边人都挤满了 大伙啊 都在议论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有人就说 哎 这是不是谁家在非法加工熟食啊 也没有什么食品健康运营 什么许可证啥的啊 就在家里边坐 哎 这会不会是 弄点什么死猫死狗的一次冲好啊 还有人说了 这往下水道里边扔碎肉碎骨头 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 要不不至于赌这么厉害 杨树斌呢 听见之后啊 也跟他们打两句茬 还是啊 这谁家干的 真觉得啊 因为杨树斌呢 平时跟邻居关系啊 处得还不错 虽然没有过多交往 但是见着谁呢 哎 都挺和善 点个头乐乐 哟 你回来了 哟 哎呦 出去呀 可喜欢跟邻居们打招呼了 邻居们呢 也就不过多的怀疑他 走到三楼的时候 听见邻居们还在那聚群讨论着呢 邻居还叫他 哎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杨树斌甚至还停下来 哎 我刚听说 说这下水道里边有肉 哎 你们说这是什么肉啊 啊 还在那讨论呢 张玉良急的呀 哎呀 我说斌哥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有这闲心思聊天啊 其实杨树斌也急 他这是故意 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假如说邻居们都在这聊着呢 自己跟张玉良啊 急急火火的上了楼 然后蹭蹭蹭又下来 然后又跑了 又离开了 别人就会怀疑他们 所以在这儿啊 跟邻居们 哎 聊这么十分钟八分钟的 大伙呢 也就不怀疑了 这时候张玉良一个人 上了楼 开开门 把所有证件啊 都装好了 那尸体啊 就那尸块啊 到处都是 那闷块里还蒸着人肉呢 顾不上这些了 赶紧的就又下来了 俩人呢 一块出了楼道 杨树斌 一个劲的提醒张玉良 你慢点 你慢点 你这样子容易坏事 你越着急 越是找死 你知道吗 俩人呢 就晃晃当当 慢慢悠悠的 离现场是越来越远 穿过胡同来到大街 正好过来一辆出租车 一招手 上车就走了 他们走了之后 警方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那些碎肉和骨头 都是人肉和人骨 哎呦 当时邻居们啊 都在那吓得不行了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啊 啊 我们谁家干这事啊 警方呢 就封锁了楼道 挨个的敲门 挨个的调查 来到杨树斌 他们这出租屋的时候 甭管怎么敲门 也没人搭枪了 邻居们还说呢 刚才他们还在呢 刚才还那跟我们聊天来着 哦 上下是拿什么东西就走了 准是有什么事吧 几名住户啊 带着警察 四处吵 找来找去 都没找着杨树斌他们 实在没办法了 破门而入吧 拿着工具 把门就打开了 一推开 人间炼狱 啊 杨树斌他们 虽然销毁了一些证据 虽然把证件都带走了 但是毕竟锁定了 你这就是出租屋的租户 干的这些事啊 邻居们也有认识你的呀 很轻松就查到了杨树斌 他们的身份 顺着杨树斌的身份 再继续往下查 哦 他什么什么时间 去找过卖银女 这卖银女呢 哎 又叫什么什么 哦 叫月梅 月梅又失踪了 这就都对上了 几天的功夫 被害人的身份 还有凶手的身份 来 就都弄清楚了 除了杨树斌 张玉良 吴红业 这三个人之外 他们团伙的其他成员 比如说吉红杰等人 身份也都弄清楚了 他们呢 被警方列为了网上逃犯 予以通缉 照理说 都知道人是谁了 那这案子很容易破获呀 找着他不就完了吗 警方一开始也琢磨了 找他们没那么难 可没成想 这几个人 从案发现场走了之后 就销声匿迹 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 警方追查了九年 依然没有能够找到 杨树斌他们的下路 转眼九年就过去了 吉林警方始终没追到 他们的踪影啊 杨树斌张玉良 吴洪业的户籍所在地 就是哈尔滨的 吉林警方的 很多次啊 都派人专门到哈尔滨调查 可哪回都没查出来个 所以然 杨树斌这些人作案的 有个特点 除了早年啊 杨树斌在哈尔滨的一次 打架斗殴里边 把人杀死之外 从来不在哈尔滨作案 咱们来说说 那一回是怎么回事吧 那是1993年 1月7号的时候 杨树斌 伙同着刘卫军 李江涛等人 在哈尔滨市通江街 一个台球室里边 持刀行凶 砍伤了两个人 砍死了一个人 案发之后 刘卫军李江涛都被抓住了 杨树斌就跑了 也是 找他那么多年 一直找不着 所以吉林警方一到哈尔滨 调查杨树斌 哈尔滨警方一来说 嘿 这小子啊 又作案了 你们找他 我们还找他呢 一直到了2011年 公安部 亲网行动开展之后 这才有了新的进展 哈尔滨警方将杨树斌 列为了重点目标逃犯 而后来让这起案件 有所突破的 有一个重点人物 这个人是谁呢 他跟杨树斌 有什么关系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杨树斌他们 就在警方的面前 逃之夭夭 并且这一逃就是九年 最终呢 警方也确定了死者的身份 也确定了凶手的身份 知道是杨树斌 张玉良 吴洪业三个人干的 并且他们还有同伙 叫吉洪杰 这还是个女同伙 这几个人呢 被警方列为了 网上逃犯 全网通缉 这时间一晃啊 就过去了九年 这九年的时间里 吉林警方啊 任凭是使出浑身解数 始终没能发现 杨树斌他们的踪迹 杨树斌张玉良 吴洪业的户籍所在地啊 都是哈尔滨 吉林警方呢 也总到哈尔滨调查 也没什么结果 结果哈尔滨警方还说呢 之前呢 杨树斌还涉及到一起杀人案 我们也找他呢 上期节目呢 咱们提到了 这起案件能有所突破 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 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巡警支队 七大队的大队长 许建国 2011年的时候 公安部不是在全国范围之内 开展轻网行动吗 哈尔滨市公安局也不例外啊 所以呢 他们除了日常的警务之外啊 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浏览网上再逃嫌疑人名单 这一天呢 许队吃完晚饭 还是像平常一样 开始看这个嫌疑人的名单 扫着扫着 就看见了这起案件 他每起案件下边啊 都会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资料 许队这么一看 哎 这仨人里边有俩人看着这么眼熟呢 在哪见过呀 看着眼熟 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是谁 就这么着 许队啊 直叮叮的看着照片 直瞅了两个小时 还是没想起来是谁 哎呀 正赶上这时候 到时间了 干嘛去啊 晚上该巡逻了 许队和几名特警 就上了巡逻车 在大街小巷子就开始转悠 那一晚上啊 其他的民警 都发现许队不对劲 许队平时呢 跟大伙说说笑笑的 挺喜欢聊天 今天许队也不说话 在那皱着个眉头 感觉啊 是有什么事不开心 大伙呢 也不敢问 你别这一句话问出来 戳到许队的伤心事啊 这不自讨苦吃吗 这时候许队呢 就跟自言自语似的就在说话 那你说有时候啊 你看见一个人 觉得在哪见过 可就是想不起来 哎呀 真是折磨人 这时候一个民警接话了 许队 那您就首先做个界定 您想想啊 是在哪个酒局上见过呀 还是办哪个案子的时候见过呀 或者是什么同学呀 亲戚呀 还是什么过去的朋友啊 这个民警说完了 许队一拍大腿 回对脸 我想起来了 许队啊 突然想起来 这俩人是谁了 不是别人 是他的邻居 当然了 这是小时候的邻居了 小时候呢 住在平房区 那时候都是一条一条的胡同啊 大伙呢 抬头不见 低头见 来都见过 当然不是说墙挨着墙门对着门的邻居 那样 他肯定不用想就知道是谁 确切的说呀 应该叫街坊 就是见过面 但是呢 也没说过话 顶多呀 就是偶尔在胡同口打个照面 所以呢 许队记得他们俩 就感觉长得眼熟 可是他们俩 不一定记得许队 许队返回单位 重新把这俩人照片提取出来 这俩人一看啊 叫杨树斌 跟张玉良 其实呢 小时候啊 许队就知道 这杨树斌跟张玉良 这俩人 总是在一块玩 俩人关系不错 他们怎么成了杀人凶手 又成了逃犯了呢 第二天一大早上 许队带着民警 就来到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跟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啊 一起走访调查 当时的老邻居老街坊 绝大部分都搬走了 许队啊 挨家挨户的敲门 挨家挨户的问询 这才知道杨树斌呢 1993年被通缉之后 就销声匿迹了 他的家人呢 好几年之前也都搬走了 到底搬哪去了 也不知道 查侠去派出所的户籍登记吧 发现所有亲人的户口 都是迁出 迁到哪 当时记录的也不是很清楚 也没人知道 照理说呀 这条线索到这就中断了 可是许队呢 不查出杨树斌 是绝不罢休 一次又一次的 来到小时候居住的这片平方区 尽可能的 通过一个找另一个 把过去那些老街坊老邻居 全都找着 让大伙回忆 杨树斌张玉良 邻居们 你一言我一语 反正就把杨树斌 跟张玉良的事啊 交代的差不多了 说当年杨树斌家里边呢 生活很困难 但是啊 他跟他弟弟感情特别好 他有个亲弟弟 弟弟但凡受点欺负 杨树斌就得去找人家算账去 杨树斌在外边 别看惹是生非 什么坏事都干 但是对父母特别的孝顺 对弟弟妹妹也都特别的疼爱 有家里边说当老大哥的那个架势 这么一说 许队更坚定了 这么一个人 不管在外边怎么胡左飞 为他顾家 那么他一定不会中断和家人的联系 许队呢 就把民警们呢 找集到一块 大伙呢 就一块分析 分析来分析去 认为抓捕杨树斌还是有有利条件的 首先他们是哈尔滨人 案发前一直生活在哈尔滨 杨树斌跟张玉良不仅是发小 还在同一个工厂的同一个车间工作过 他们在哈尔滨留下了太多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跟线索呀 许队啊 决定第一步 先努力的渗透到杨树斌早年社会关系之中 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找到杨树斌等人的这些亲戚呀 朋友啊 发小啊 争取从中能够有所线索 许队做出这个决定 是在2011年8月1号上午9点 许队这时候也没想到正是他这个决定促成他侦破了这起惊天大案 他把这个想法呢就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 很快哈尔滨市公安局时任局长任瑞臣就说了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挖第三尺 杨树斌的至亲全部人间蒸发太不正常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杨树斌呢 肯定是和这些亲人们有着某种联系 甚至现在还在一起生活呢 围绕杨树斌的每一个亲人进行仔细调查 不仅排查杨树斌的社会关系 也要排查杨树斌每一个亲人的社会关系 他的每一个亲人都是警方发现他的触角 任局长拍板之后 哈尔滨市公安局成立了以任局长为组长的 还有副局长为副组长的专案组 并且呢 全面搜寻杨树斌以及亲友的踪迹 许队和队里边的其他的民警们 到杨树斌曾经生活过的这些地方啊 围绕着他的这些社会圈层啊 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带着这个民警啊 是没黑没白的走访调查 全大队一共走访了一百多户人家五十多个单位 一共详细问询了三百多人 咱们想想 咱们这一个人一辈子 你可认识多少人呢 三百多人可不老少了 可是啊 问来问去都没什么结果 哎 这时候还真有一个小小的线索 让许队啊 还是挺惊喜的 是有一回走访的时候啊 知道过去住的这平方区还有一老街坊呢 姓梁现在还住这 可是之前呢 总是碰不上 这回啊 许队专门过来了 这老梁呢 跟儿子梁栋现在住在这边 每天晚上八点 老梁啊 就早早睡觉了 岁数大的人都这样 早睡早起啊 身体好嘛 这一天呢 许队啊 带着民警 就敲响了老梁家的门 梁栋把门开开之后 许队直接就问他 梁子 还记得我吗 梁栋一看这人穿着警服呢 这谁呀 想了想 哦 记得记得记得 你不是建国吗 咱们家这片啊 就出了你一个警察 谁不认识你呢 其实啊 别看俩人岁数差的不多 但小时候呢 也不总在一块玩 互相之间也就是认识 梁栋这时候特别热情 把许队就请进屋里 老梁呢 也起来了 哦 你是老许家的 我记得 许队一看 哟 老梁头也在呢 您老身体还不错吧 嗨 人老了呀 就不中用了 啊 每年呢 都得住院一两回 许队这时候 跟梁栋说 梁子 我来呢 是有事 想了解一下杨树斌家的情况 杨树斌 不是逃犯吗 他们老房子早卖了 一家人呢 都不在咱们这边住了 哎 梁子 那你听别人说起过 他们家一些情况吗 这倒没听别人说过 毕竟 咱们那时候跟他们也不熟 哎 但是有一回啊 我爸住院的时候 我在医院里边 碰见过杨树斌的弟弟杨树凯 你看得准吗 真是他吗 见过呀 虽然咱们俩比他们哥俩年纪小 小时候也不怎么跟他们在一块玩 但他们兄弟整天打架都欧的 在咱这一带多出名啊 放心吧 认不错 杨树凯到医院干什么呀 他也是住院 我爸呢 是老年病 住的神经内科 杨树凯也住的神经内科 有一天晚上啊 我闲得没事 就到他病房附近转一会 结果这杨树凯就直叮叮的看着我 就是没认出来我是他的老结婚 也没跟我打招呼 我还专门留意了一下 他床头的名牌呢 不过上边写的不是杨树凯 写的是王什么王什么凯来着是 中间那字我给忘了 这时候许对啊 脑子就飞快的运转 之前在走访之中 已经查出来了一些消息 说杨树斌一家老老少少都失踪了 连那个女成员吉红杰 全家也是有无音讯也找不着了 许对就琢磨 如果杨树斌真带全家出逃 目标就太大了 太容易被警方发现了 所以呢 很可能是他一个人跑了 家人呢 只是改名换姓换了个地方 杨树斌的弟弟改名换姓 一定是为了配合他哥哥杨树斌逃亡啊 那就说明哥俩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 许对这可就记住了啊 王什么凯 哎呀 到底是王什么凯呢 如果说杨树斌的弟弟杨树凯改叫王什么凯了 那杨树斌呢 会不会也叫王什么斌呢 许对啊 问清楚了梁栋 当时治病的那家医院 就到了医院 查找当时的那些住院手续 在一大堆的这个档案里边啊 找到了这王什么凯的名字 哈哈 那么是王什么凯呢 是王学凯 这病例上啊 除了有名字 还有家庭住址 许对他们赶紧带人跑过去查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王学凯的家 这王学凯又是不是杨树斌的弟弟杨树凯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许建国许队长啊 通过老街坊梁栋 得知了一个消息 梁栋呢 曾经在医院里边 见过杨树斌的弟弟杨树凯 不过名字呢 已经换了 是叫王什么凯来着 中间那个字啊 梁栋记不清楚了 许队呢 就赶紧来到了那家医院 在医院的档案科里边 终于找到了一个叫 王学凯的人的医疗档案 上面呢 还登记着家庭住址 赶紧顺着住址 去找找吧 这一去啊 是假的 没有王学凯这么个人 许队呢 其实也意料到了 既然登记的地址是假的 这就更能说明 这王学凯身上有问题 如果这王学凯真是杨树凯的话 他这么做的原因 只有一点 就证明他和他的哥哥 一直在一起 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 许队和民警们呢 针对王学凯这名字 就展开了调查 同时呢 充分运用互联网 这些高科技的侦破手段 找来找去 终于找到了 这个王学凯的照片 这么一看 果不其然 正是杨树凯 接下来呢 就是继续排查 王学凯的家庭背景 社会关系 发现 这王学凯的母亲 叫刘凤云 这和杨树凯母亲的名字 是一样的 证明呢 没改名字 但是出生日期啊 从四五年四月十一号 改成了四八年的 九月六号 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警方搜索杨树斌 及其家人信息的时候 一无所获的原因 信息都改了呀 既然现在掌握到了 杨树凯改名叫了王学凯 那么再查王学凯的电话清单 医保档案户籍信息 各种电子卡 银行账户 所有的信息 都在网络平台上 轻而易举的找出来了 把这些信息汇总到一起 综合以分析 最终指向杨树凯他们呢 现在正在内蒙古包头市 既然杨树凯改名叫王学凯了 上期节目咱们也提到了一个问题 那么杨树斌会不会也改名叫王学什么呢 许队啊 决定在内蒙古范围之内 放宽年龄段 搜索所有叫王学某的人 经过对户籍信息的搜索辨认 锁定了一个叫王学理的 既然找到了这个名字 上面他有照片啊 一看照片 果不其然 就是杨树斌 那杨树斌此时此刻 在包头干嘛呢 他呀 改名叫王学理之后 和咱们之前说过的团伙里边 那个女成员吉红杰就结婚生子了 吉红杰也改名字了 改叫马海燕 俩人的孩子已经五岁了 夫妻俩呢 在包头啊 开了一个台球厅 还有一个游戏厅 还有一家足道馆 杨树斌的那小弟张玉良 也改身份了 改叫王学国 也结了婚了 对外呢 和杨树斌呢 就是以兄弟相称 哎 我们是亲哥们 在这呢 开了一个店 专门啊 卖保健床垫 另外不是还有一名逃犯吗 叫吴洪业 他也改名字了 叫王华岩 在包头市郊区 从事煤炭生意 杨树斌他们 当年从警方眼皮子底下 跑了之后去哪了呢 这几年他们又是怎么过的呢 当年跑出来之后啊 杨树斌就知道问题严重了 警方是肯定已经锁定了我的身份了呀 那怎么办呢 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杨树斌脑子很活络 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打探门路 后来啊 几经辗转吧 就来到了陕西省兴县的一个偏僻农村 这个偏僻农村的人口管理啊 比较混乱 不像现在似的啊 人口登记非常的严格 利用这个漏洞 杨红斌就把自己和妻子吉红杰 岳父吉景志 小舅子吉手营 还有同伙张玉良 以及张玉良的妻子孩子 还有吴红业等等一共12个人 重新就办理了户口了 并且呢 还有了全新的二代身份证 就改了名字了 紧接着呀 杨树斌呢 又在河南给母亲和弟弟也换了身份了 母亲的名字虽然没变 可熟生日期改了呀 这样你警方就查去吧 你查来查去 你也查不着 再者说了 他母亲的名字又是个大众化的名字 叫这个名字的人可多了去了 这样 这伙子歹徒就跟他们的家人呢 彻底的销声匿迹了 转而就成为了合法公民 这算是顺顺当当的就洗白了 这也就在那个年代可能发生 在这个年代是绝对不可能了 即使如此 杨树斌呢 还觉得不放心 因为像兴县呢 包括这个河南浙城县呢 就给他母亲弟弟办身份的那个地方 经济不发达 人口又比较少 这样的地方不太适合隐藏 于是呢 又找关系又托人 把这些人呢 就全部迁往了内蒙古包头市 你看 这从东北转到了西北 又从西北转到了内蒙 这伙人呢 是为杨树斌 马首是瞻 杨树斌就是毋庸置疑的老大 什么事都得听他的 杨树斌呢 对每一次作案都有着详细的计划 还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流程规定 咱们来说说 当时他们作案的一些规则啊 第一 选择的抢劫目标 必须是杨树斌亲自确定 你别人看着那人适合抢劫 那不行 必须得我说了算 第二 作案之前买的手机号 必须是三个七三个八 这样的吉祥号啊 这图个吉利 第三 用作杀人场地的出租屋 尽可能的是高档小区 因为他们干的 都是欺骗卖爷小姐这样的活啊 你要是在一个荒郊野岭的偏僻乡村啊 租一个房子 人卖爷小姐不信你这个 第四 出租的房子必须得有浴盆 就那个大的浴缸 这样的方便肢解尸体 第五 杀人之后 骨头必须煮烂了 然后呢 再用钳子 把这骨头啊 一点一点的捏碎 扔进下水道 第六 绝对不许用刀 用斧子来砍尸体 以免有响声 惊动邻居 第七 到银行取款的时候 必须戴棒球帽 用帽檐把脸遮着 防止被监控设备拍照 你看 所有的点 人都考虑到了 正因为他有脑子 有心狠手辣 所以这些小弟都怕他 哪怕洗白身份之后 人们还是得听杨树斌的 生怕把他惹脑了 不定准自己哪天啊 就死的不明不白 其实张玉良啊 有时候自个也琢磨 你说我要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多好啊 你说我当时怎么就跟他给混在一起了呢 其实说起来啊 张玉良人当时也挺好 他呢 是大学生 大学毕业之后啊 开了一个小买买 买了一辆面包车 搞个体经营 因为在这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啊 下海经商这是一个潮流嘛 可后来啊 小买买赔了 有这么一天呢 他就来到一个酒馆里边 喝点酒 借酒消愁 那是个大雪天啊 张玉良呢 之前从来不喝酒 可因为赔了钱了 很痛苦啊 你说我一大学生 我自个儿出来找一工作多好 非自己做生意 一边哭一边喝酒 这时候呢 有人就喊他 玉良 你怎么了 还认识我吗 张玉良听到声音之后 本来呢 也喝多了 迷迷糊糊的 睁开眼睛 这么一瞅 哎 这不发小杨树斌吗 杨树斌这时候啊 浑身上下都是名牌 在过去一看人混的怎么样 先看衣服 一看 上市什么牌子 下市什么牌子 我这有钱人 就跟现在似的 大伙出去一显摆 先看什么呀 先看车钥匙 对吧 一个意思 张玉良一看见杨树斌 也感觉亲戚 哎呦 快 快坐下 哎 兵哥 咱俩喝点吧 今儿喝个痛快 杨树斌呢 真跟大哥似的那个热乎劲啊 点了几个菜 给张玉良呢 点了一碗热面条 哎 吃点热面条 别光顾着喝 一边照顾着张玉良 一边自己喝两瓶啤酒 一边喝着 还一边跟张玉良说呢 把面条吃了 别喝了 听见了吗 张玉良呢 其实从小就挺佩服杨树斌的 打小开始 杨树斌就是他们那一代的孩子王 甭管是谁啊 都不敢惹他 就他说了算 但是他不欺负老实人 自己的好朋友要是被人欺负了 他准出头 为此呢 还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杨树斌一说不让张玉良接着喝了 张玉良啊 还真不敢喝了 玉良 怎么了 看着垂头丧气的 哥 我做生意赔了 估计我连媳妇也娶不上了 就这么点事啊 玉良啊 我跟你说 现在啊 深圳发展很快 生意好做 这么着 我带你去深圳发展 怎么样 行啊 哥 当一个人落魄的时候 要是有人愿意帮你一把 那你一定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张玉良呢 就答应了 就和杨树斌一起到了深圳 深圳那时候正式发展热火朝天的时候 在东北哪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呀 张玉良呢 自己也有幻想 什么时候我能在这买房子啊 我能在这娶老婆 没准那天我也是那栋高楼里边的员工了 当然张玉良此时此刻还是完完全全的信服杨树斌 他相信杨树斌有能力能够帮助张玉良改善生活 他就跟着杨树斌呢 混迹于深圳的各大酒吧和歌厅 之前张玉良哪过过这样的生活呀 最奢侈的 也就是找一路边摊 要两瓶啤酒啊 烤十串羊肉串 顶多再来一个大腰子 可现在呵这么多漂亮的姑娘啊 看这些霓虹灯在那闪烁着啊 这些酒咱喝都没喝过呀 你看这叫什么 这叫马头人 哦不是人人头马呀 这哎呀 这太好了 这个见识了灯红酒绿的生活之后 他就更对杨树斌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我说兄弟 你不总怕找不着老婆吗 咱不着急 今儿个 哥就给你找个老婆 每回也到这些夜店呢 酒吧哥厅啊 杨树斌经常就掏出钱来呢 随便塞给一个 这个陪酒的女孩 然后就让这女孩 好好的陪着张玉良 张玉良呢 也尝到了女人的滋味 有钱就是好啊 有一天早晨 经过一晚上通宵的玩乐之后 俩人呢 来到了一个早点店 喝粥去了 杨树斌突然就问张玉良 深圳的米粥喝着怎么样啊 挺好的 但是跟咱家里的米粥比起来啊 差得远呢 东北的米粥好喝 深圳女人的钱好赚 杨树斌说完就盯着张玉良 张玉良也不明白杨树斌这话是什么意思 玉良 你儿子呀 跟我一起去做生意 这是张玉良早就盼着的话了 大哥你放心吧 有什么事兄弟一定好好干 张玉良这时候哪知道 杨树斌的生意就是杀人抢劫呀 这第一回做案子 甚至是第一回杀人 张玉良啊真是手软 浑身的冷汗呢 可是杨树斌在那盯着呢 自己不干那还活得了啊 有了这第一回之后 张玉良算是彻底撒了花了 也变成了一个嗜血的恶魔 后来啊 他都觉得每一次剪碎被害者的骨头啊 每一次分尸之后 在那煮着被害者的尸体 他都觉得像是艺术家在完成艺术品一样 从这以后 张玉良再也不是那个单纯积极向上的大学生了 而彻底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 值得一提的是 杨树斌的老婆吉红杰 曾经也是他们的被害人 那么他是怎么从一个受害者转变成了这帮子嗜血狂魔的同伙的呢 甚至还嫁给了杨树斌呢 上期节目咱们不是提到了吗 杨树斌的老婆吉红杰 其实曾经啊 也是受害者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吉红杰啊 从小呢 也是吉林人 在吉林农村长大 家里边呢 还有一个弟弟 小时候啊 吉红杰的印象里穷到什么程度啊 在家里从来就没吃过白米饭 永远都是玉米面玉米粥 贴个饼子 吃个窝窝头 当然说回来 现在这可都是健康饮食 粗粮比白米白面都贵啊 可那时候这就是家庭困难呢 虽然困难吧 可父母呢 很开明 就认为孩子一定得读书 只有读书 才能彻底的翻身 甭管多难 想尽一切办法 供孩子上学 吉红杰呢 学习成绩还真不错 在学校里边啊 名次一直还挺靠前的 每一回考完试 高高兴兴的 把成几单 就拿给自个的父母 爹妈这时候一看啊 这才会难得的露出来微笑 那时候家里日子过得苦啊 平时没什么开心的事 也就看见孩子学习好了 好 我们再苦再累 这都值了 平时啊 连白米白面都吃不上 也就只有到过年的时候 这伙食呢 能稍微的改善一下 稍微的有点油水 为人父母的呀 就是这样 但凡有点好吃的 好喝的 都紧着孩子 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喝 可孩子呢 也心疼 每回啊 但凡过年 有点好吃的 他就总会想方设法的 让自己的妈妈多吃一点 可是当妈的 哪舍得吃啊 还是把好东西都留给自己两个孩子 这样的日子虽然清贫 虽然苦 但是苦中作乐 一家人呢 也是其乐融融 可是吉红杰中考那年 他的母亲得了重病了 医生说是得了癌症了 吉红杰当时也不知道 癌症是个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病 但是医生说了 他的母亲呢 很难活过那年的年底 这句话吉红杰算是听明白了 这一哭啊 撕心裂肺的哭啊 家里本来就穷 为了给母亲治病 花光了所有积蓄不说 还借了不少钱 欠下了很多的外债 母亲最后啊 就跟他的父亲说 别给我治病了 这俩娃将来上学 还得花钱呢 这时候吉红杰就跟妈妈说 妈 你就安心养病 哪怕我不上学了 我也得治好你的病 我去赚钱去 好好 小杰长大了 懂事了 妈呀 就等着想你的福呢 可是转过天来 她看到母亲就吊死在了自家的房梁上 是啊 病一天比一天重 家里穷的接不开锅了 自己再活下去啊 只是给自己的老伴 给自己的儿女增加负担 他呢 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了 死了得了 可他的死 没有换来儿女的解脱呀 吉红杰这时候 整个心绪就变了 变得仇视社会 我们不就是穷吗 为什么连我妈活的权利都没有了呀 从那时候起 除了父亲和弟弟 他恨所有的人 母亲死了之后不久 债主又来催债来了 吉红杰说了 你们放心吧 我们家不会欠钱不还的 其实除了这起事之外 我还听说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啊 都是家里边的老人 怕拖累孩子 自己得了重病之后 得了一了百了 就认为自己的死 这是在最后一次的成全孩子 但是有时候这是一厢情愿了 老人还活着 孩子有个盼头 再苦再累 我要给我爹妈治病 我要给我爹妈赚钱 回到家里喊生爹喊生妈 这还是幸福的生活 可一旦为了不拖累孩子 自己选择了结束生命 那么对孩子来说 这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会让他开始怀疑自己 会让他像吉红杰一样 开始仇视社会 所以啊 还是那句话 人在 一切都在 咱们这说远了 再说回吉红杰 吉红杰从这时候开始 就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 很快把所有债务都还清了 除此之外啊 还一直供弟弟上学 后来有一天 他就遇到了一个顾客 也可以叫嫖客 就是杨树斌 杨树斌呢 问了他一个问题 说你喜欢钻石吗 现在啊 你大街上拉十个女孩问 你喜欢钻石吗 我自己这么琢磨啊 最起码六七个得告诉你喜欢 杨树斌呢 手上还真拿着一个老妈大个的钻戒了 哎呦 那大钻石啊 晶莹夺目啊 他拿这钻石干嘛呢 钓鱼的 专门骗这些卖银的女孩的 每一回把钻石交出去啊 再把钻石给要回来 顺便呢 还能再跟回来一个倒霉蛋 咱们前几期节目说的那月没不就这情况吗 可这回啊 吉红杰不吃这一头 杨树斌一看 紧接着又说 这个钻戒 送你的 杨树斌之前就拿着这钻戒 说送给别的女人 就没有不上钩的 可吉红杰呢 就是不要 吉红杰赔酒 人是明码标价500块钱 杨树斌后来想多给他 多一分吗 我也不要 我该得的就是500 多了 这是身外之财 这不是我该得的 这样的女人 真是很少见 杨树斌呢 打心眼里边啊 也挺佩服这个女孩子 吉红杰当时就20出头啊 啊 这么年轻的女孩 并且从事的还是这么个行业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心气呢 就在这时候杨树斌决定换主意了 我呀不害你了 你给我当老婆吧 吉红杰一听 当时就说了 你敢娶 我就敢嫁 你看就这么一个果断的女孩子 这样啊 吉红杰就真成为了杨树斌的老婆了 这也就算入了杨树斌的火了 照理说 一般的女孩要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干这个行当的 啊 是专门杀人劫财的 那得吓死了呀 可吉红杰不是 咱们之前不说了吗 因为他的遭遇造成了他仇视所有的人 所以他听到杨树斌要做这些事情的计划的时候 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 吉红杰这个兴奋啊 兴奋的手舞足蹈啊 他感觉很快乐 好啊 这事我愿意参与啊 很快呢 他就参与到了 杨树斌的一系列的犯罪行动之中 吉红杰一开始啊 就算是陪酒女郎里边的内线 就不断的为杨树斌他们寻找目标 提供了一大批的这个详细的情报 哪个女孩啊 最近又靠上哪个男的了啊 最近那男的多有钱多有钱又给他多少钱 吉红杰原来就干这个的呀 所以他一打眼就能看出来哪个女孩生意好 哪个女孩生意不好 这么着 这才有了他们真正的第一次合作 那是一个晚上 吉红杰到浙江台州某夜总会踩点去了 就物色对象 转来转去 关注到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呢 叫萧桐 是这家夜总会的头牌 对于这样的女孩子 吉红杰有的是法能跟他接近 吉红杰知道 这些女孩非常爱财 钱对于他们来说比命都重要 目标确定好了 吉红杰就告诉杨树斌了 就找这萧桐吧 杨树斌呢 就来到了夜总会 还是那老一套的手法 跟骗月梅的时候一样 拿出来钻戒 这戒指啊 送给你了 好好陪我就行 该给这个嫖资的时候 给钱的时候多给点 该给五百给一千 花下吧 这么着 萧桐轻而易举的就上钩了 他就把萧桐啊 约到了出租屋里 还是一样的流程 杨树斌跟张玉良俩人一块啊 逼着萧桐 银行卡呢 密码多少啊 现金呢 值钱的财物呢 把这些都掳过来之后 行了 跟家人要钱吧 跟亲戚朋友借钱吧 萧桐呢 又向家人要了十多万 这还不算完 又跟当时月梅那案子似的 当然了啊 月梅那案子比这个案子 发生的时间要晚 但是方法是一致的 你再找一个你熟悉的女孩吧 把她骗过来吧 啊 你要是不找女孩 我们可得弄死你了 这么着萧桐 又找过来一个女孩子 可这第二个受害者 就那个女孩啊 就是不拿钱 你要命我也没钱 这个女孩呢 就被杨树斌和张玉良杀死了 杀死之后碎尸 丢弃在了垃圾站里边 这俩人在那又杀人又碎尸 吉红街一个女人在旁边看的 得多害怕呀 没有 她是一点不怕 她觉得看的特别过瘾 平时看那些恐怖片 我知道那都是假的 今儿个总算见着真的了 真刺激啊 这么多年以来 她对社会的仇恨 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地方 之后啊 吉红街跟张玉良 就在出租屋里边呢 看着萧桐 等着萧桐的家人汇款 杨树斌呢 拿着萧桐的银行卡跟存折 到银行去取钱去了 不一会儿就回来了 他跟吴洪业俩人呢 在银行分两次 杨树斌呢 取出来了三万一 吴洪业呢 取出来两万九 一共是六万块钱 这钱也到手了 这萧桐身上也无力可图了 杀了吧 他都看见咱们杀人碎尸了 不能让他活了 杨树斌张玉良 就又把萧桐杀死了 碎尸之后 也是就扔了 这俩人死了之后 钱也都到手了 杨树斌 随手扔给吉红街两达钱 这是两万块钱 拿去吧 随便花去 杨树斌呢 把尸体分尸之后 专门买来绞肉机 他在分尸这上面 很有经验啊 这不是一回两回了 还跟吉红街说呢 看见了吗 凡尔哥处理过的尸体 永远不会被别人发现的 从这以后 吉红街也算是找到了 人生目标了 因为他们做过的案子 太多了 所以吉红街啊 再看见杨树斌他们杀人碎尸 见怪不怪了 他就感觉我自己终于找到了我事业奋斗的目标啊 我人生前进的方向了 我这辈子的使命 我这辈子的使命就是帮着我兵哥他们干这些好事 后来那些死去的女人大部分都是吉红街亲自选定的 每到一个地方 吉红街就去夜总会 去物色目标 发展到后来啊 杨树斌犯罪团伙已经不满足于只杀害抢劫这些卖淫的女孩了 他们还把目光描向了其他普普通通的女孩 其中啊就有他们的邻居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了说啊 杨树斌的老婆吉红街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 以及他犯下的那些罪恶 上期节目在结尾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吉红街啊 后来不仅是对同行入手 甚至还对两家妇女入手 其中呢 就包括吉红街曾经的邻居 这受害的邻居呢 是姐妹俩 一个叫刘欣 一个叫刘蕊 都是四川成都人 出事的时候啊 刘欣呢 是28岁 刘蕊呢 是24岁 当时是2001年 姊妹俩呀 在广州打工 那时候 很多四川人都会去广州打工 去深圳打工 他们就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刘欣呢 是一家公司的财快人员 她妹妹啊 跟她不太一样 被一位出手阔绰的大款 在那包养着 穿戴非常的讲究 打扮得非常时髦 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姊妹俩租的房子呢 是在三楼 整天无所事事的流水啊 没事就是打麻将 搓麻 她就认识了租住在二楼的一个年轻女人 这个女人跟她介绍说呀 自己叫汪硕硕 其实哪是什么汪硕硕呀 正是吉红杰 刘蕊呢 也纳闷 吉红杰整天也不上班啊 也整天玩麻将 钱哪来的呀 吉红杰也说了 我呀 有一大款大哥 把我包养了 一个月呢 给我一万块钱 我家那哥哥呀 在北京做生意 他要是不在的时候呢 我也去夜总会坐台去 反正多挣点试点的呗 因为老是在一块打麻将 所以一来二去呢 也都熟了 每回打麻将的时候啊 吉红杰呢 就总是对刘蕊 戴的那个大戒指啊 赞叹不已 后来他也听刘蕊说 人男朋友是有钱人 就主动的呀 向刘蕊示好 没事就是 徐寒问暖的啊 一块聊聊天 有意无意的呀 就问 我说妹妹 你男朋友那么有钱 哪人呢 每个月给你多少钱呢 你是不是自己住在这 刘蕊呢 毕竟年纪小 也没留个心眼 有问必答 是啊 别看刘蕊挺喜欢吉红杰 可是刘欣呢 并不喜欢吉红杰 刘欣总感觉啊 吉红杰一看就很阴险 心眼很多 所以一直也不给吉红杰好脸色看 01年12月26号的时候 吉红杰呢 特别热情啊 心姐 还有小蕊啊 来我们家 一块吃晚饭吧 本来刘欣不愿意去 可是刘蕊呢 还挺想去 再加上吉红杰 确实也热情 那得了吧 去吧 刘欣就跟着刘蕊一块去了 一起吃饭的 除了吉红杰之外 还有杨树斌 咱们都知道 这吉红杰是杨树斌的女人 杨树斌也不是什么大款 可是啊 在吉红杰的嘴里啊 这杨树斌就是包养他的那个大款 吃完饭之后 吉红杰又说了 兵哥家呀 离这也不远 要不咱们去兵哥家喝点茶去 我兵哥呀 家里边好茶可多了 这姊妹俩呢 一看人这么热情也不好拒绝啊 再者啊 刚吃饭的时候 刘蕊跟他们聊得也挺好 行那去吧 刘欣一看 得了吧 跟着去吧 姊妹俩就被带到了 天河区 一处位于三楼的出租屋里 把这门打开 几个人一进去 哐当一声 把门就关上了 又是咔嚓一声 把门就给锁上了 这姊妹俩还有点纳闷 没等他们说话呢 杨树斌劈头就问 你欠我的五十万 什么时候还呢 姊妹俩愣住了呀 啊 什么时候跟你借过钱呢 杨树斌都没回答他们的问题 这时候啊 就见屋里还有两个男的 一高一矮 这俩男的 加上杨树斌 加上吉红杰 嘿 四个人扑上来 把姊妹俩就摁在那了 在这之后啊 把双手双脚都用胶带给缠上了 嘴里也塞上了东西 又把他们扔到床上 吉红杰跟杨树斌呢 就翻姊妹俩的包 有没有什么银行卡呀 什么值钱的物件啊 银行卡是没找着 可是有一些现金也不多啊 还甭管多少了 有多少算多少 就拿走了 紧接着呢 在包里啊 又翻出来俩人的身份证 在之前呢 吉红杰不知道刘欣和刘蕊是亲姐妹 以为他们俩呢 就是在一块合租的 这一看身份证 哦 合着你们是亲姐妹啊 我说为什么 我跟你们打麻将我总输呢 合着你们俩串通好了呀 再者说了 哎 你刘欣 之前对我老是冷嘲热讽的啊 不是鼻子不是眼的 怎么着呀 吉红杰吉了 抄起来做饭用的锅铲 光光的就开始打刘欣 接着呀 杨树斌跟吉红杰是轮番上阵 说 你们银行卡放哪了啊 可是这姊妹俩呀 没有办银行卡的习惯 平时呢 用的都是存值 杨树斌他们不相信呢 你说老年人不使银行卡使存值 情有可原 俩年轻姑娘 没办过银行卡 不用银行卡 用存值 骗鬼呢 所以呀 他们就开始动用私刑 拿过来针 扎姊妹俩的乳头 又用钳子呢 夹他们的下半身 用锅铲呢 包括用那个斧子瓣啊 伸他们的耳光 打脑袋打腿 这比过去扎子洞里边啊 更加的残酷啊 尽管如此 还是没有逼问出来 银行卡到底在哪 他们就一口咬定 不办卡 真是就有存值 得了吧 既然都这样了 那就证明他们没说谎啊 确实是没银行卡呀 那说吧 存值在哪呢 姊妹俩呢 就说存值啊 放在他们租的房子里了 并且呢 还把密码 告诉杨树斌他们了 于是吉红杰 回去之后 到他们的出租屋 拿了存值 又用身份证到银行 取出来了几万块钱 弄了半天 绑了俩人 这才弄几万块钱 这不行啊 钱太少了呀 这不够本的呀 并且 他们一共是四个人 一个人 分万把块钱 那这 不行 还得问他们 于是呢 又轮番的动手逼问 可是主攻手啊 还是吉红杰和杨树斌 剩下俩人呢 就是打配合 杨树斌狠不狠 通过咱们前几期讲的节目 都知道这是个狠角色 可吉红杰动起手来 比杨树斌可厉害多了 是一边打一边马 跟疯子似的 中间有几天呢 吉红杰正好来立架 甚至把带着血的卫生巾 塞进刘欣的嘴里 他这边打累了 就让杨树斌上 杨树斌打累了 吉红杰接着上 其中有一个细节 杨树斌 想摘下刘欣的耳环 照理说人都捆着了 你上去动手一摘 不就摘下来了吗 不行 不用手 用脚 踩着刘欣的脑袋 一米八几的个头啊 二百来斤呐 刘欣被踩得喘不过气来 最后啊 硬是拿脚 把这耳环给踩掉了 大伙想想得多疼啊 打完之后 杨树斌吉红杰俩俩人 还交流经验呢 你刚才踢的这一脚不够狠啊 谁说不是呢 诶 冰哥 我感觉啊 你刚才呼巴掌呼的 也不够厉害 要不咱再试试吧 行啊 咱来一轮吧 俩人呢 就再殴打一回 再总结经验 这姐妹俩 过得是生不如死啊 一共 让他们折磨了 十三天的时间 不光把存款取走了 还把他们 房子里的首饰啊 贵重物品啊 都弄走了 还不满足呢 大伙也知道杨树斌的套路了 把你的财产 吃干抹净之后啊 剩下的就是得让你 找家人了 找朋友了 刘欣呢 开始给家人打电话 给前夫打电话 给同事打电话 一顿借钱呢 并且杨树斌还提要求了 你们别说四川方言啊 我们听不懂 必须得说普通话 打电话的时候呢 杨树斌呢 就紧站在电话旁边 监听每一个字 其中刘欣给同事打电话的时候 同事就问他 哎 刘欣呢 你怎么最近也不上班了呀 哦 我在桂林玩呢 桂林山水假天下吗 这是杨树斌提前 就给他安排好的说辞 随后呢 给父母打电话 爸妈 我有点急事 急用钱 赶紧给我打点钱吧 就这么着 前前后后的 亲戚啊 朋友啊 家人的 又给打来了十多万 平时呢 姐妹俩呀 就被扔在床上 捆好了 当时的温度有二十多度吧 他们给姐妹俩 蒙上三层大后被子 二十多度是挺舒服 可蒙上三层大后被子不舒服啊 她憋得慌啊 又热 又渴 刘蕊啊 这时候就吓得是面色惨白 不敢说话 浑身哆嗦 刘欣的就嘱咐他 小蕊 别说话啊 保存体力 有姐呢 什么事啊 让姐来应付 杨树斌他们呀 也不想这么快 就让这姐俩死 每天呢 也喂点饭 就喂半碗粥 既解饱又解渴 不过半碗粥管什么用啊 是既解不了饱 也解不了渴呀 俩人渴得嘴上掉皮呀 太难受了 有一回啊 胶带被撕开之后 刘欣呢 看见旁边一个烟灰缸里边 有点水 抽烟的烟民朋友们呢 一般都这么干 烟灰缸里倒点水 平时呢 这个灭烟头用 这个烟灰缸里那水里啊 也有烟头 可他实在是太渴了 顾不上干净还是不干净了 端起来烟灰缸 咚咚咚 就把那两口水喝了 嘿 照理说啊 这够可怜的了 可吉红杰跟杨树 便一看见 怎么着 我让你喝水了吗 光光光 又是一顿毒打 这是没完没了的打呀 直到最后啊 这姊妹俩 眼睛肿得都见不着眼珠了 泥沉一道缝了 乳房的皮肤 腿上的皮肤 都成了黑色的了 头上被那些铲子呀 斧子瓣啊 都打出坑来了 腿整个都是浮肿的 后来被针扎 都感觉不到疼了 麻木了都 刘欣呢 这时候一咬牙一跺小得 我不活了 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可死不成啊 他本来呢 想趁去上厕所的功夫啊 跳楼去 因为这个地方是三楼 三楼跳下去呢 你要赶不好 可能就摔死了 但是要幸运点呢 可能也就是断个胳膊 断个腿死不了 如果跳楼的话 肯定会被人发现的 死了就死了 死不了我就被人救了 那这是有活下去的希望啊 我在这儿啊 死也不让死个痛快 再者说了 我看见杨树斌他们 在那儿又是绳子 又是斧子 又是锯子 又是编织袋子的 这摆明了 是弄死我们 然后分尸啊 我再等下去 是死路一条 不行 我得跳楼 可是 没这个机会 因为啊 这家俩大小便的时候 杨树斌或者吉红杰 都得用手拽着他们 在这时候 刘欣呢 还是在努力的 寻找着活下去的机会 刘欣的眼睛被蒙上了 嘴巴被封上了 捂着三层大棉被 可是 他耳朵特别灵 这一天呢 在大棉被里边 就支了个耳朵 听外边动静 就听见四个人呢 好像是在吵架 应该是因为分赃不均 他们租的房子呢 快到期了 房主呢 老打电话催 这个呢 就让他们吵起来了 再者啊 究竟杀不杀刘欣和刘蕊 这几个人也有分歧 于是 刘欣呢 就想出来一主意 而这个主意 也确实 救了他的命 那么 刘欣 到底想了一什么法呢 这是我们 公安部清网系列行动的 专题节目的第二个案子啊 上期节目呢 咱们提到了 刘欣姊妹俩呀 被杨树斌他们逮住之后 可以说是十几天的时间 饱受各种折磨 杨树斌这伙子人是心狠手辣呀 既然让他们抓着 很难活着出去 但是刘欣想了一发 什么发呢 他发现呢 到底杀不杀他们姐妹俩 针对这个问题 杨树斌还有张玉良他们 其实呢 是有争执的 并且最主要他们争执的点在那 就是分赃不均 啊 拿了十万块钱 你杨树斌自个儿 一个人就要八万 就给张玉良两万 那不合适啊 张玉良心里呢 也就不满意 这时候刘欣呢 就发现了 张玉良分的钱不多 于是啊 趁着吉红杰 还有杨树斌俩人不在这的时候 他就跟张玉良说了 大哥 我家里边啊 重男轻女 因为我生的是女儿 家里对我都不好 我希望以后 能跟你一块过日子 这男的呀 都架不住女的的甜言蜜语 张玉良这么一听 当时就上头啊 刘欣长得可不难看啊 愿意跟我一块过日子 是不是真跟他过日子 真跟他结婚 这还两说 反正现在啊 我得对人家好点 之前咱们不说了吗 姊妹俩渴得 恨不得烟灰缸里边的水都喝 刘欣呢 就用这样的甜言蜜语 就换来了几口水喝 刘欣也明白 要想活命就得说自己有钱 因为一旦杨树斌他们知道 哎呦 这个人呢已经榨干了 那下一步 就是杀掉啊 同时呢 还不能交出来太多 你交出来的太多 你后边没法源源不断的给他们 所以呢 他们还是会把你杀掉 哎 一回给一点 一回给一点 让他们就感觉啊 这女的还真有钱 在这种拉锯战之中 只要能够多活一天 那就多一丝被救的希望 刘欣呢 有男朋友 并且啊 条件还不错 挺富裕的 可是他却说 我男朋友啊 是商场的搬运工 我自己呢 有钱 我都买保险了 杨树斌一听 买什么保险呢 啊 我买的意外保险 我要是死了 就能赔好几十万呢 但是保险公司啊 怕炸保 一定会追查清楚死因的 杨树斌一听 哎呦 我琢磨琢磨吧 这还真是个事 我这回头杀了他 保险公司在一场 刘欣后来说呀 杨树斌之所以没杀他 应该是相信了他的话 觉得保险公司追查 很可能会暴露自己 而且呢 他们租的这房啊 快到期了 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来处理尸体 有一天呢 杨树斌又来找刘欣 给你前夫打电话 跟他要钱 刘欣其实已经很多年 没跟前夫联系了 都离婚了 有什么可联系的呀 可这一回呢 故意的 特别温柔的 哎 一接起电话来 喂 老公 前夫一听 没离的时候 也没这么叫过我呀 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不正常啊 老公 我这 钱紧张 有事要用钱 你给我点钱吧 前夫也聪明 一听 这家伙逆逆呼呼 跟我叫老公 又说要钱 这是不是被绑架了呀 他呢 就小心翼翼的问 你是不是被绑架了 可杨树斌 在旁边听着呢 留心也不敢说 前夫呢 最后啊 打过来一千七百块钱 可是因为钱太少了 姊妹俩又被一顿毒打 啊 打半天电话 你跟人叫半天老公 就给你一千七百块钱 啊 怎么这么不值钱呢 2002年 1月7号的时候 刘欣呢 又听到杨树斌 他们吵起来了 在这之后呢 就听到吉红杰 在那擦地 屋子里边啊 又喷了空气清新剂 紧接着 电视的音量被调到最大 那个广告持续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都没换台啊 过去电视台呢 经常有那种健康节目广告啊 或者电视购物广告啊 都是一眼一两个小时那种 刘欣就觉得奇怪 看电视开这么大音 还看一个多钟头广告 有病啊 再者说了 为什么就突然擦地 又喷空气清新剂呢 怎么回事啊 刘欣跟他妹妹呢 就背靠背贴在一块 用手指啊 就互相抠开了 对方手腕上的那个胶带 之后呢 就摘下来 眼睛上和脚上的胶带 刘欣就怀疑 电视这么长时间没换台 是不是屋子里边没人 出去这么一看 嘿 还真没人 姐妹俩呀 赶紧就开门跑了出去 并且到公安机关 报了案 但是呢 这姐妹俩 不知道劫匪的真名字 杨树斌等人逃跑之前呢 又清理了现场 警方也一直没找到 有价值的线索 这个案件呢 就迟迟没有进展 这姊妹俩在里边 受了多大的苦 咱们从侧面说一下啊 刘欣被绑架之前 106斤 十几天功夫 出来时候86斤 减了20斤呢 咱们听友里边 有好多 天天标榜减肥的 女性听友啊 恨不得一天 跑三四个小时 请问各位 10天能减20斤吗 够呛吧 并且啊 刘欣出来之后 腿上肌肉坏死 腿骨变形 乳房后来做了整形手术 也不成功 下体呢 也被杨树斌他们 用钳子摧残了 以后也没有办法 过夫妻生活了 下颌骨被打坏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只能吃刘氏 在这之后的 十几年的时间里 刘欣每天都做噩梦 一睡着啊 就梦见有人追杀 这么多年 杨树斌他们 一直在包头啊 漂白身份之后 安然无恙的生活着 可是 这几个人 每天这日子呀 过得也不踏实 咱们之前就知道 他老婆急红结 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啊 心狠手辣呀 在包头呢 安静日子过长了 也开始红杏出墙了 耐不住寂寞了 他呢 喜欢上了一个男的 叫巴图 因为啊 他跟杨树斌 没有什么真感情啊 最早他毕竟就是受害者 对吧 他跟杨树斌之间呢 也是互相利用 杨树斌他们呢 从04年开始就不做案了 06年的时候 杨树斌就觉得 我这日子过得也挺安分了 并且呢 我这生意也都不错 跟吉红杰就生了一个孩子 为了表达对吉红杰的这种感情吧 还把吉红杰的父亲呢 弟弟啊 都接到包头了 也漂白了身份 这事咱们之前说过啊 从表面上来看呢 吉红杰生活的是不错 父亲弟弟也都来了 家人都在旁边 可是他始终 跟巴图保持着情人关系 吉红杰呢 总是问他的情人巴图 我老公你怕不怕呀 假如咱俩关系被他发现了 你怕不怕他打你呀 真动起手来 还不知道谁能打过谁呢 嘿 听见巴图这句话 吉红杰呀 这心里就感觉踏实 我太爱你了 确实吉红杰呢 跟这个杨树斌在一块的时候啊 从来就没有过安全感 他总感觉随时 可能丧生在杨树斌的毒手之下 他为什么会这么感觉 02年春节之后 在吉红杰的这个千线大桥之下吧 杨树斌张玉良又把一个陪酒女孩 骗到了他们的出租屋里 这回呢是在深圳 把这女孩啊就绑起来了 让他拿50万 这个女孩呢 又还是那样 打电话 约过来另一个陪酒女郎 进屋之后呢 也是被捆起来啊 被折磨就得要钱 他们呢 也是 没有银行卡就存值 杨树斌就让吉红杰去取存值 吉红杰呢 他不想去 杨树斌说了一句什么 哎 你爸跟你弟住哪 我可都知道啊 这什么意思 这摆明了 这是威胁啊 吉红杰可吓坏了 别看对别人心狠手辣 对自个儿的亲爹和亲弟弟啊 他还是挂念着的 立马出去 取了钱 一共取了50多万 钱到手之后 还是把这两个女孩 杀死 分尸 事后杨树斌张玉良 一人呢 分了20万 吉红杰啊 分了10万 吉红杰呢 有时候也想 哎 这种日子呀 一开始感觉挺刺激 可时间长了 这也真不是人过的 天天的东躲西藏的 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02年4月 有一回呢 他们还是继续作案啊 杨树斌张玉良 吴洪业 把一个女孩骗到出租了 那个女孩啊 拼命反抗 当时都不是拿刀筒啊 或者是什么给药 毒死掐死 不是 是被杨树斌张玉良 活活打死 一拳一脚 就那么打死了 所以吉红杰看完那回啊 心里实在受不了了 哪天我得罪了他 会不会我也让他这么活活打死啊 太惨了 其实啊 不光是吉红杰不踏实 除了杨树斌之外 所有的成员心里边都不踏实 现在呢 是在包头定居了 张玉良也漂白身份了 他也不想过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了 毕竟现在经济条件也可以 想着过全新的生活 可是 他不敢呢 你离开杨树斌 还活得了啊 每回只要跟杨树斌在一块 张玉良啊 就心惊肉跳 因为他不知道 杨树斌会不会 给他酒里下个毒啊 会不会突然拿出刀来捅他一刀 吴洪业呢 也一样 吴洪业后来处了一个女朋友 得先带到杨树斌那报道去 打个招呼 大哥 这女孩你看行吗 杨树斌就跟吴洪业他爹似的啊 上下打量一番 后来跟他说了 这女人呢 性格暴躁 你控制不了 产生矛盾了 可能坏咱们的大事 吴洪业是真喜欢人那女孩 可杨树斌 让他必须跟这女孩分手 吴洪业怎么办呢 翻北还能怎么办呢 要不不得死啊 在杨树斌的控制之下 大伙是人人自危啊 杨树斌的地位 谁都不能动摇 谁要是敢跟他唱反调 立马 这条小命就算没有了 不过别看杨树斌呢 对别人管得很严格 自个儿的弟弟啊 真说做出来什么 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事情 他还真管不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你总不能把自个儿弟弟杀了吧 亲弟弟啊 所以杨树凯呢 才回哈尔滨看了一回病 这也就是咱们前几期节目 提到过的 那个许队的邻居啊 也是杨树斌的老街坊梁栋 在医院看见过杨树凯那一回 就因为这回杨树凯回了一趟 哈尔滨看了一回病 这成了杨树斌的心病了 他也跟他弟弟说过 树凯 你他没有病啊你啊 对啊 我我是有病啊 你有病全国那么多家医院 你到哪看病不行啊 你为什么非得怀哈尔滨呢 这给杨树凯这一顿骂呀 不过毕竟也就是骂嘛 他呀 也不忍心伤害自己的弟弟 就这杨树凯都吓得浑身哆嗦 哥我错了 我没想那么多 没事的 你呀你呀 为什么非要回去呀 我告诉你啊 咱们就是死在外边 也不能回老家 你知道吗 你别忘了 只要有一个警察盯上你 咱们就全完了 其实啊 最终警方能够抓住杨树斌 还不单单是杨树凯看病这一条线索 还有这另外一条关键的线索 那么警方又发现了杨树斌的什么蛛丝马迹呢 之前呢 咱们就说过 杨树斌呢 给自己的团伙里边定下了一个规矩啊 凡是抓过来人 如果不是实在迫不得已 没法下手之外 一定要把这被抢劫人杀掉 为什么会这样 杨树斌就是怕给警方留下蛛丝马迹 之前呢 他们有过两次惨痛的经历 1998年11月份的时候啊 杨树斌和一个老乡叫王世波 他们呢 到了广东佛山 抢劫了一个女的 从身上啊 抢到了十万块钱 当时呢 也是于心不忍吧 也害怕吧 反正就把这女的给放了 后来被害人就报了警了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杨树斌和王世波 杨树斌是跑了 可王世波呢 回到哈尔滨之后 就被警察抓住了 这还不算 2001年6月份的时候 有一回呢 杨树斌和张玉良 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刘爱斌 他们在山东文灯市 又是找了一个女的啊 抢钱 故技重施 山东文灯 您各位可能听着熟啊 如果听过我播的那部有声书 杜一璐的话 应该会知道 杜一璐的那个故事就发生在文灯 他们这次在文灯做完案之后 抢了20万现金之后呢 也把被害人放了 没想到当地警方十天之后就把案件破获了 为什么在之后作案之中啊 我们没提过这刘爱斌 因为当时啊 刘爱斌就被抓住了 杨树斌和张玉良呢 又跑了 得亏啊 这刘爱斌嘴硬 没有供出杨树斌和张玉良自己一个人就全担下了 所以他们没有被警方纳入视线 要说起来杨树斌也确实有本事 凡是跟他合作的同伙一个又一个的被警方抓获 但是他呢 始终是安然无恙 就从那之后啊 杨树斌就开始进行反思了 总结以往的经验 不行啊 我每回这同伙都不固定啊 这太容易被抓着了 是 之前爱斌没供出我来 赶上哪个把我供出来我不就完了吗 同伙啊 应该固定下来 不能总是换人 因为为什么呀 干这种事啊 有人机灵 有人不机灵 机灵的呢 能跟我一块跑了 咱们不被警方抓住 不机灵的呀 那就是猪队友啊 那是又坑自己又坑我呀 会连累我呀 另外呢 抢劫之后 必须杀人灭口 像以往那两回 就因为我没杀人呢 他们出去就报警啊 一点信用都不讲啊 这太容易暴露了 太危险了 所以打这起 杀人灭口 就是杨树斌 给同伙定下的规矩 杨树斌认为这样啊 就天衣无缝了 可他们没想到 在咱们一开始讲的 吉林的那起案子里边啊 是 把人杀了 可是呢 你把碎尸碎骨头 都扔到了下水道 尸体还没处理完 就被发现了 当时也得亏啊 是跑得快啊 没有那么慌乱 这才从警察眼皮子底下逃脱了 这么多年吧 其实啊 他这心里一直也是焦虑不安 尤其从轻网行动开始之后 他这心里更是天天咚咚打鼓啊 有一天呢 他到洗浴中心去休闲去了 又喝茶又按摩的啊 又请朋友喝了一顿大酒 因为是在内蒙嘛 大伙都知道 内蒙的同胞啊 兄弟姐妹们 酒量很大呀 可是 杨树斌作为东北人 酒量也不小啊 哎呦 这可碰上对手了 喝吧 喝完酒之后啊 回到家 看会电视吧 就看到了公安部 在全国范围 开展轻网行动的一段新闻 哎呦 这可就担心了 新闻上在那说着 公安部在五月二十六号召开全国公安机关电视电话会议 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网上追讨专项督查 轻网行动 他这一听怎么着 哎呀 不行 我太担心了 我太害怕了 我怎么能不害怕呢 我换个台报 我不看这新闻了 可他知道这是掩耳盗铃啊 把遥控器举起来又放下了 这时候啊 浑身的冷汗都出透了 点着一根烟就开始在那发呆 紧接着是一根又一根 没一会儿的工夫 一盒烟就都出完了 这时候啊 突然就听到 咚咚咚的敲门声 谁啊 怎么回事 哎呦 可把他吓坏了 一动不动的就盯着那扇门 紧接着就听见钥匙拧门的声音 咔咔啪 推开了 哎 你在家呢 怎么不开门啊 谁啊 妻子 吉红杰 哦 看见吉红杰之后 杨树斌呢 这才踏实下心来 双手抱着头 在那跟他说 以后你戴钥匙自己开门 不许敲门 琢磨了一会儿之后 杨树斌呢 给张玉良和吴洪业 分别打了电话 我告诉你们啊 最近风生紧 什么事都不能麻痹大意 咱们得把这 青网行动这段时间熬过去 我丑话说在前头 谁要是在这段时间 背着我做案子 我就立马清理门户 知道吗 大哥 放心吧 一定不给您添麻烦 没有您 就没我们 怎么会不听你的话呢 其实这俩人呢 也关注到了 青网行动的新闻 也都害怕 从这天开始 杨树斌呢 天天都看报纸 上网 就搜索相关的新闻信息 是越看这心里边 越霸凉霸凉的 最主要他也知道 别看手底下这帮人不言喻 什么话不说 可是啊 他们这段时间 情绪也都很低沉 广播也是青网行动 电视也是 报纸也是啊 天天都看见有逃犯落网啊 天天恨不得看见公安局 开请公会啊 杨树斌 这时候感觉到手底下 都开始慌乱了 杨树斌也下定决心 不行 我不能让警察 把我的好日子给毁了 他呢 就开始考虑计策 他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是 笼络人心 自己手底下别出事 只要他们不出事 我就还安全 只要有一个出了事的 那就完蛋了 那怎么笼络他们呢 怎么能够让我们平安度过呢 杨树斌这人也是迷信 烧香去吧 北方啊 有一座佛教圣山 五台山 大伙都知道 杨树斌带着弟兄们 到了五台山 在那是双手合十 又扣又摆 许愿的时候啊 没有什么别的愿望了 之前一许愿 让我发大财吧 让我过好日子吧 可这回不是了 哎呀 别让警察抓着我们呢 我们要平安呢 让我安安稳稳的度过 我的下半生吧 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往往坏人 办了坏事之后 也总是想用宗教啊 来让自己心里边安稳 也去许愿 许的都是 别让我被抓住啊 能够让我继续做坏事 这样的愿望 杨树斌呢 带着这伙子人从内蒙 一路过来 甭管是坐火车 还是住宾馆 相安无事 他们呢 还真遇上警察查身份证了 可他们不都有那个假身份证吗 顺利就过关了 这时候 杨树斌呢 开始有信心了 弟兄们 看见了吗 警察 发现不了咱们 查身份证 查呀 又怎么样啊 这一回啊 这几个哥们弟兄 也踏实下来了 是 没什么事啊 可不是所有人都有杨树斌 这么好的心理素质 比如骨干成员吴红叶 天天的就愁得不行了 导致身体啊 都越来越不好 虽然在杨树斌面前 什么也不敢说 但好几回跟张玉良说 玉良 我要死 我也得回家死 我要死在哈尔滨 我不想死 不过这种牢骚 也只敢他们之间互相发发 谁也不敢跟杨树斌说 杨树斌嘱咐他们 现在最重要的两件事 第一个 保存好了你们的身份证 就是丢了 也不能去补办 从现在开始啊 办二代身份证 都要求按指纹 这要是留下咱们的指纹 这就等于把脑袋也送给他们了 第二个 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加起一巴 忍气吞声 不许跟任何人争斗 不许跟任何人产生争执 不给警察一点机会 只有这样 咱们才能够躲过 轻往行动 平时呢 杨树斌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骑一辆摩托车去 兜风去 一天吃完晚饭之后 还突然想起来 哎呦 我最近紧张了 我都没骑摩托兜风了 他呢 给自个摩托仔细擦了一遍 赠光瓦亮啊 呃呃 骑着就走了 甚至呢 点着一根烟 单手扶车把 哎 一边作烟卷 一边骑着摩托车 可一边兜风啊 脑子一边想事 突然 嘶 来了个急刹车 怎么了呀 坏了 我不骑摩托 还没想起来 这一急 我想起来了 02年7月26号 我给我这摩托车 办理牌照 我在车管所 留下电话了呀 哎呦 这会不会让警方顺茬就找着我呢 哎 他猜对了 他的手机号码和通话记录 确实已经掌握在许建国许队手里了 在许队的带领之下 哈尔滨特警啊 赶赴包头 即将开展 抓捕行动 那段时间哈尔滨的警察们兴奋的都睡不着觉了 杨树斌的杨树斌 盯你这么多年没找着你 这回你是跑不了了吧 不过他们也知道 这些人穷凶极恶 这次抓捕行动 不会那么顺利 那么容易 很可能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危险 哈尔滨的警察们 到了包头之后 在包头警方的配合之下 很快就找到了杨树斌和同伙们的居住地点 不过这时候啊 他们没有盲目的选择行动 在外边呢 先进行蹲守看看情况 确保了解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 和居住地周边的环境 这时候在多个地点同时动手 把他们一网打尽 蹲守了好几天 大伙也查清楚了 杨树斌呢 现在在包头 可不是杀人凶手 可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 而是一个成功的商务人士 开着一家足疗馆 一家台球厅 一家游戏厅 人前人后 这就是一个有能力的大老板呢 可更主要的一点是什么 民警发现杨树斌的游戏厅里边 有赌博机 您各位说了 这有赌博机有什么大不了的 告诉大家啊 但凡游戏厅里边有赌博机的 这一定代表你背后 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要是没人罩着 可没有游戏厅敢放这玩意儿 放着这玩意儿 天天光明正大的营业 那就代表背后是有着一定的保护伞的 民警还发现 杨树斌不管走到哪儿 人缘都还不错 凡是跟他认识的人呢 对他的评价都是 你看这王老板 王总啊 不光有钱 没架子 为人特别的随和 是啊 别看他跟自个儿的手下 跟自己的老婆啊 天天的这个跟老虎似的啊 威严不可动摇是吧 但是呢 在外人面前伪装的很好 不跟人发生争执 不跟人发生矛盾 有什么事 有什么纠缠的地方 私底下就解决了 他不是当年那个地痞无赖了 现在啊 也算是正经的生意人了 并且这几年的的确不再作恶了 这边呢 警方在盯着他们 可是杨树斌他们呢 并没有发现 虽然他们也害怕轻网行动 不过杨树斌心里一直自信 警方一时半会儿 还找不到他们 他们哪想到 一举一动 都在民警的眼里边 那么 这次抓捕行动能顺利展开吗 能够抓获杨树斌吗 上期节目啊 咱们就提到了 其实呢 哈尔滨市公安局 早就派民警赶到了包头 可以说呀 已经把杨树斌包围住了 时时刻刻的盯着他 可杨树斌呢 自己并没有发现 有一天呢 杨树斌在包头一家生意特别火的饭店里边 跟几个当地的朋友呢 在那吃饭喝酒 大伙你一杯我一杯的 喝的都挺开心 杨树斌这人呢 喜欢交际 所以在包头啊 确实有一个不小的人脉圈子 哎呦 几个朋友喝的都鸣顶大醉 东倒西歪了 杨树斌呢 酒量特别的好 虽然酒没少喝 但是啊 保持的足够的清醒 甭管走到哪 甭管干什么事情 杨树斌这么多年有个习惯 他呀 会认真的观察周围的一切 每一个人 每一辆车 怕什么呀 怕让警察盯上他呀 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 杨树斌就发现 这大厅里边 还坐着三个人 离他们这一桌啊 还挺近 别看那仨人 不看杨树斌 可杨树斌 一直盯着这三个人 那仨人呢 也在那 你一杯我一杯的喝着 桌子上摆着几个 空的啤酒瓶子 杨树斌盯着他们的时候 就听其中有一人说了 祸一到手啊 就可以回去 向任老板交代了 杨树斌一听这句话 没事 踏实了 为什么呀 包头有很多外地的客商 他们既然说祸到手 就回去向任老板交账 那这肯定都是 倒卖钢材啊 倒卖煤炭啊 做这些生意的 其实啊 这三个人 可不是什么做生意的 正是哈尔滨市公安局 寻特警支队 七大队的副大队长杨卫国 和两名特警 是杨卫国说的 回去可以向任老板交账了 任老板可不是什么 做生意的老板 而是时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 任瑞辰 那祸一到手 这祸是什么 毋庸置疑啊 这祸就是杨树斌的 他怎么也没想到啊 那几个人竟然把自个儿当成一祸 但是当天 他们可没采取行动 第二天呢 杨卫国队长 跟一个叫周嘉林的特警 拎着一塑料袋子的蔬菜 溜溜答答的 就走进了张玉良开的那个小商店了 这小商店里边啊 只有一个女人在那看着店呢 他们转悠了一圈 看见柜台上呢 写着代办手机交费的字样 现在大伙交费方便了 微信也行 支付宝也行啊 各个银行卡也都可以 手机自个儿就交了 可过去交电话费 你要么去营业厅 要么呢 就是什么报刊亭啊 小卖部啊 都可以代交手机费 杨队呢 上去跟那女人就说 交一百块钱的手机费 那个女人一听 哎呦 机器坏了 交不了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以前来交过两回 凭什么今天就交不了啊 这不耽误事吗 杨队啊 这是故意的 装的蛮不讲理啊 很蛮横 那个女人呢 就反复的解释 哎呦 这个大哥 你说敢巧不巧 正好今天就坏了 杨队不听这个呀 啊 脸红脖子粗的 最后呢 这个女人也有点着急了 哎呦 至于吗 为了这点小事 就这样啊 得 这句话 这算是让杨队 找着发挥空间了 哎呦 杨队是拍桌子瞪眼 演得很投入啊 一边的 那特警周嘉林 看着都想乐 周嘉林呢 也明白 杨队啊 就是想着 看见张玉良 在这瞒不讲理 想把张玉良 给引出来 这杨队呢 确实演技精湛啊 这要不得个 金鸡奖百花奖 这都说不过去啊 张玉良听见外边 在这叽叽喳喳 啊 吵吵嚷嚷 没完没了的发脾气 他呢 就从里屋走出来了 张玉良也生气了 这什么人呢 至于这样吗 啊 这要是几年前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哎 现在这不清网行动呢 嘛 兵哥说了 都老实点 行啊 我忍了 张玉良一出来 稍微拱着点腰 一副老实芭蕉的样子 哎呀 兄弟 有话好好说 吵吵啥呀 哎 从这出去一拐弯 有一家商店 那也能交手机费 杨队呢 还在这 演着这个 愤愤不平的样子 有这事吗 啊 之前就在你们这交 结果这回交不了 有急事 张玉良 接着说呀 别生气了兄弟 这么着 这一百块钱呢 我给你拿 行不行啊 咱们不能伤了和气 今天呢 确实赶上机器坏了 您下回 下回再交话费 来我这 杨队 看见张玉良这样 心里边也琢磨 这杀人魔王 怎么这么有耐心呢 哎 行了行了 我那确实有急事 也没工夫 跟你们在这折腾 走了 出来之后 向副支队长张航报告 张队 张玉良也准了 除了叮嘱张玉良 剩下还有好几个呢 吉洪杰 吴洪业 尤其还有杨树斌 吉洪杰呀 每天生活很规律 得送孩子上学放学 他对这个孩子 特别的在意 这不废话吗 哪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呀 他也知道 自己跟杨树斌呢 没少作孽啊 也没少得罪人 生怕孩子出什么事 所以每天上学放学 都得小心翼翼的接送 这天早晨 带孩子就出了家门了 学校呢 离家不远 也不用开车骑车的 溜溜答答就到了 跟儿子慢悠悠在路上走着的时候 有一个看上去 挺文静的小伙子 跟他擦肩而过 吉洪杰呢 不经意的就看了这小伙子一眼 毕竟长得挺清秀 挺帅气 别说男人在路上爱看美女 这女人呢 在路上也爱看帅哥 谁也甭说谁 那小伙子呢 也看了吉洪杰一眼 表面上来看 这就再正常不过了 陌生人之间擦肩而过啊 那句话怎么说的 前世一百次回眸 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是吧 其实这哪是擦肩而过呀 这也是哈尔滨警方 精心设计的 那小伙子是寻特警支队七大队的副大队长 张兴旺 别看岁数不大 但是啊 能力很强 吉洪杰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小区里边呢 还有好多撑胳膊撑腿的老人 老人们嘛 早上起得早 没事了 出来锻炼锻炼 因为每天早晨呢 都有老人在院子里边锻炼 所以吉洪杰呢 也没在意 可他哪知道 其中有一个撑胳膊撂腿的老头 是哈尔滨市公安局 寻特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小波 张队见吉洪杰 送孩子上学去 也没急着跟上去 就在这耐心等着 等着吉洪杰回来 因为吉洪杰也没正儿八经工作呀 你送完孩子没事 你得回家呀 可没想到 这个女人呢 今天反常 没回来 他呢 在学校门口就站了一会儿 不打一会儿 一辆车来到身边 吉洪杰呀 满面春风的啊 乐么呵呵的 就上车了 这谁呀 他那情夫 八土 吉洪杰本想着 神不知鬼不觉 跟我的如意郎君 咱们来个约会 啊 偷偷摸摸的 多好啊 多刺激呀 多浪漫呢 可哪想着呀 感情是在警察眼皮子底下约会的 张玉良跟吉洪杰 算是让警方啊 给盯住了 接下来啊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吴洪业 负责搜寻吴洪业的那组民警啊 遇上了一点麻烦 民警们呢 提前就知道了 吴洪业呀 做这个煤炭生意 他们在煤厂 赚了两天呐 啊 多脏啊 浑身上下 都让煤灰给盖满了 全是煤墨子 在白镜的人 都是一脸黑 找来找去 就是没找找吴洪业 那么抓捕吴洪业的工作 就只能暂时终止 因为吴洪业没找着 所以尽管那边张玉良和吉洪杰 都已经锁定人物了 但还是不能抓捕 上级给交代了 一定要同时行动 一网打尽 这侦查工作呢 还在继续之中 扫听来扫听去 查来查去 最后啊 找找了一个和吴洪业有联系的梅老板 经过了一番交涉 终于把梅老板说服了 让梅老板呢 当向导 带着民警去找吴洪业 当然了 咱们前几期节目说过 吴洪业 也早漂白身份 改名换姓了 现在叫王华严 这时候 哈尔滨市公安局 也做出了部署 说其他三个组啊 就盯着张玉良的 盯着吉洪杰的 还有盯着杨树斌的 这三个组 死死的盯住目标 一旦发现吴洪业 四个组同时上手 这个煤炭市场 离着包头 可不算近 一百多公里 在这个大市场里边啊 还有三百多家小煤厂 地方也大 人也多 道那也复杂 一进去 跟走迷宫似的 哪儿也不认哪儿 得亏有向导啊 在人的带领之下 几个民警呢 就来到了 吴洪业打工的小煤厂 在一个小门面房里 特警郑金玉 就问屋里的人 谁是二哥呀 这时候一个男的 站起来了 你谁啊 哦 我是朋友介绍来买煤的 你找到二哥叫什么呀 王华严 我就是 我就是这仨字 刚一出口 呼啦吵一下子 郑金玉 就把这王华严 也就是吴洪业的胳膊 就扭到背后了 紧接着 门口 冲进来了几个特警 就把这吴洪业啊 给靠住了 现在吴洪业是解决了 这就代表着 其他三个组 也得立刻行动 大范围的抓捕行动啊 正式开始了 这天下午的时候 副大队长张兴旺 咱们说的挺清秀的 那小伙子啊 已经跟着吉洪捷 逛了一天街了 平时自个生活的时候 谁没事逛这么长的街去 街道行动命令的时候 张队呢 正在地下商业街 就紧紧的盯着不远处啊 那个穿着白色短大衣的女人 可是 命令一接收 上去抓捕的时候 发现不是这个人 哎呦 吉洪捷到哪去了呀 张队啊 赶紧用对讲机 把这个情况 就告诉给 在两个出口 守候的民警 一边呢 像另一个 穿白色短大衣的女人 就追了过去 这一回再把这女人拦住 果不其然 不是别人 正是吉洪捷 吉洪捷表现得很冷静 他意识到 发生什么了 没有任何的抵抗 张队问他 我是警察 你叫什么名字 马海燕 这上面是你吗 说着 张队拿出来一张通缉令 上面就是吉洪捷照片啊 吉洪捷看到通缉令 也没抵赖 点了点头 是 我是吉洪捷 张队啊 这算是长出一口气 总算这吉洪捷是没跑了 立刻就把吉洪捷 落网的情况 向领导汇报了 那么 另外两组 抓捕张玉良 抓捕杨树斌的行动 顺利不顺利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哈尔滨警方 在包头 顺利的抓获了 吴洪捷 还有吉洪捷 那么接下来 与此同时 另外两组 正在抓捕张玉良 和杨树斌 抓张玉良呢 倒是挺顺利 毕竟之前杨队他们呢 已经摸到张玉良 开的那小店里了 就知道他就在这儿呢 并且呢 这回还是杨队带队 其实啊 可以说是手到擒来 可没想到 已经把张玉良 靠得结结实实的时候 张玉良老婆还挺厉害 一转身 隔壁是个包子铺 再一出来的时候 手里多了一把 明晃晃的菜刀 冲着民警 这是一顿狐皮乱砍呢 你们放开他 你们凭什么抓人呢 他是好人 大伙想想 一普通妇女 怎么可能是 身经百战的特警的对手呢 周嘉临上去 干脆利落 把这个女人手里的菜刀啊 就夺下来了 张玉良呢 也被顺利抓获 接下来最难的 就是抓获杨树斌 杨树斌 人高马大 二百斤的分量 原来还练过武术 心狠手辣 杀人不眨眼 这么一个人 稍微有点闪失 那民警是非死即伤啊 风险太大了 那么负责抓捕杨树斌的是谁呢 是杨树斌的老街坊 许建国许队 这天早上呢 杨树斌也闲得没事 平时啊 就喜欢到足疗馆 捏捏脚 做做按摩 这家店呢 也是他一朋友开的 关系不错 并且啊 最近呢 刚换了一批技师 手法特别好 所以杨树斌 这一段时间 经常过来 一进屋老板一看 哟 王哥 怎么王哥呢 不杨哥 咱之前不说了吗 漂白了 改名换姓了 姓王了 每回杨树斌过来啊 这老板 从来不收任何费用 其实呢 咱们之前也说过 杨树斌 也开着一组聊店 和这家店啊 离得还不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俩人其实是竞争对手 不过啊 这俩老板 关系格外的好 你看 郭老师总说嘛 同行之间是赤裸裸的仇恨 你看人这就没有仇恨 光胜有疑了 杨树斌来了 就跟这老板说 我家那些按摩师啊 还真是比不上你这的 就我家那些按摩师 给我按摩 越按越难受 嗨 总那样也不是办法 你还是得找些好的按摩师才行 要不 我给你输送几个过去 哎 别想啊 别影响你生意 你这呢 人手也紧 你把好按摩师给我了 不怕我的店到时候抢你家店的生意啊 别人抢我生意不行 你啊 随便抢 哎 对了 正好您来得早啊 您最喜欢的那个技师啊 现在没客人 你选一个包间吧 不选了 就还最里边那间 杨树斌 自个慢慢悠悠上了楼 就进了房间 每回他捏脚按摩的时候 从来不开灯 这是习惯 为什么呀 罪孽深重 见不得光啊 总是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 他呢 躺在那 看看手机 就等着这按摩技师 这时候啊 按摩技师就走进来了 啪啪一下 一抬手 就把灯开了 杨树斌蹭蹭蹭一下 就坐了起来 别开灯 我喜欢黑着 这个技师呢 又把灯关上了 哎哟 你看我 我忘了 您不喜欢开灯 这个技师啊 对杨树斌也不陌生 平时呢 对杨树斌印象还挺好 因为一般情况下啊 接待顾客的时候 这技师愿意开着灯 他们这足疗馆呢 就是很单纯的啊 很纯粹的 就是捏捏脚按摩 没有那些乱马歇糟的 可有的男顾客呀 做按摩的时候 手脚老实不老实 所以呢 他愿意开着灯工作 这么一来 这客人呢 你就得自个儿收着点了啊 矜持一点了 可杨树斌从来不这样 大哥 要说你啊 人品是真好 对媳妇是真负责 别的客人房间一黑 就开始动手动脚的胡闹 您总是那么稳重 要说起来啊 黑暗的时候 才最能暴露人的品性呢 啊 黑暗的时候 才暴露人的品性 大哥 您媳妇命真好 嫁您这么一个好男人 有福气 没那么好 我很坏的 生气的时候啊 会杀人的 这济师也没当真 这不就闲聊吗 其实杨树斌呢 对女人还真不动手动脚 为什么呀 之前残害过的女人太多了 现在啊 没有那么太大的兴趣了 他这按着磨呢 这时候许队 跟另外一位张小波张队 一前一后 也进了足疗馆了 他们呢 也假装是客人啊 就开始挨个的看房间 我们看看 看哪个包房书吧 上楼就看了一圈 哪个房间亮着灯 或者是有音他们就进去 只要推开一看 不是杨树斌 立马跟人道歉 再退出来 对不起走错了 几乎把所有包房都看遍了 可就是没发现杨树斌 这时候许队有点紧张了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杨树斌呢 多次的逃脱警方的追击 这一回会不会又逃掉呢 因为刚才明明看见杨树斌进来了 怎么就没人呢 正好啊 给杨树斌按摩的那济石按摩完 出来了 也看见许队他们了 你 要干嘛呀 许队首先亮明了身份 你别出声 我是警察 再找一个人呢 这济石啊 立马非常配合 主动带着许队 挨个的房间转了一遍 可杨树斌不是在最里边那个担间吗 这济石说了 那屋啊 没人 不用去了 这济石哪知道杨树斌是坏人呢 他知道杨树斌好清静 不想让警察打扰他 许队也集中生智 拨通了杨树斌的手机号 看哪个屋有响铃声 那你进去准没错 可这电话拨通了 就是没人接 等着等着 突然许队脑子一惊灵 哎呦 这可别让杨树斌发现马脚啊 别再又让他撕破法王给钻出去 后来又问服务员 你们这有后门吗 没有 就那一个门 许队这回啊 踏实下来了 既然没别的门 正门那有人守着 杨树斌一定是跑不了 现在所有房间转变了 就还差那个没亮灯的小黑屋了 许队呢 拔出手枪 向那间屋啊 就悄悄走过去了 杨树斌这时候在屋里也纳闷呢 这谁打的电话啊 这么多年他养成一习惯 只要不能确定打电话对方的那个身份 轻易不接听陌生电话 就在这时候就听到门哐的一声 有人破门而入 就在一刹那之间 一把冰冷的手枪 就顶在自己脑门上 杨树斌惊呆了 他没想到 熬来熬去 还是等到了这一天 警察别动 我这顶着火呢 顶着火呢 也就是上了子弹了 这倒是没费多大事 三下五除二铐上手铐 就带走了 下来的时候那老板还纳闷呢 哥你这咋了 没事 杨树斌就冲这老板点了点头 跟许队就上车了 直到杨树斌落网 整个抓捕过程 历经17个小时 四名逃犯 两名涉嫌包庇的犯罪嫌疑人 全部被抓获 这一天呢 是2011年的11月3号 人抓着了 接下来就是训问了呀 可是啊 杨树斌嘴硬极了 什么也不交代 他最早的一起命案呢 是团伙犯罪啊 两名同伙都被抓了 他就跑出来了 所以呢 那可以说是人证物证拒权 吉林传营区那个案子 也就咱们最早开始讲的那个案子 也留下了大量的证据 尽管他逃了 但是啊 也是铁证如山 可其他的案子 你还是得需要他们交代呀 因为审讯呢 一直是别的民警负责的 许队呢 看杨树斌老不说话也着急 他就直接去找领导了 哎 孙局 我自己来审杨树斌吧 怎么着 你有把握吗 你只要让我上 半个小时给你拿下 这么有信心呢 根据呢 这杨树斌呢 我从小认识 张玉良又是我同学 我了解他们 再说了 为了这个案子 我研究他们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我知道整个案件的细节 他要是见了我准迷糊 等许队见到杨树斌的时候 投一句话就是 大鞭 听说你一直不吃饭 这样不行啊 饭你还是得吃啊 其实这时候啊 杨树斌已经知道 许建国是谁了 在压界的半路上 他就认出来了 中间呢 他还利用老邻居的关系 跟许队套近乎呢 建国 我是无辜的呀 许队也没搭理他 现在啊 许队可是要 亲手揭开 这老街坊老邻居的伪装了 他呢 给杨树斌点了一根烟 大鞭 咱们认识有三十年了 本来我们有可能成为朋友 但因为你的原因 咱们有快二十年没见面了 咱哥俩今天能坐在一块 是因为我当上了警察 而你犯了罪 这是没法改变的 也是你必须面对的现实 想想 你十九年前杀人是在什么地方啊 我告诉你 通江街六号 现在你从队里出去 一拐弯就是 这就是天意啊 啊 这儿是你拿起屠刀 杀人害命的起点 也是你罪恶生涯的终点 你没任何机会了 注定死路一条 而且你在这个世界上 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无论对谁 你都该有个真正的交代啊 杨树斌自己也明白 仅仅警方现在掌握的 那些案件证据 判他两回死刑都够了啊 反正左右是个死 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吧 杨树斌终于开口了 2013年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相关涉案人杨树斌 张玉良 吉洪杰 吴洪业 做出一审判决 其中杨树斌和张玉良 被判处死刑 宣判之后啊 杨树斌和张玉良 都提起上诉 第二年九月份 也就14年九月份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开庭再审 因为证据问题撤销原判 发回重审 2015年5月20号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新审理 仍然判处他们死刑 宣判之后呢 他们又再次的提出上诉 省高级法院再次的开庭审理 2016年2月份 驳回了杨树斌和张玉良的上诉 维持原判 并且报请国家最高法院核准 2016年11月2号 杨树斌与张玉良被执行枪决 提起来杨树斌和张玉良 包括看守所的民警 包括前去采访他们的一些记者 都表示说呀 这俩人看着 都不像是穷凶极恶的感觉 甚至一丝一毫坏人的感觉都没有 杨树斌白白净净的 看上去呢 文质彬彬 喜怒不兴于色 而张玉良呢 个子不高 但是说话的时候啊 特别注意礼貌用语 对人呢 特别的客气 比如说 记者问他问题的时候 如果他不想回答 他都会说对不起 哎呦 对不起 这个让您完不成采访任务了 我很遗憾 但我真的不想说 还请您谅解 哎 就这么一个人 竟然是凶残的杀人凶手 在执行死刑之前 杨树斌和张玉良 也都表示了忏悔 张玉良啊 还和记者说 就拿我们这事 警示一下后人吧 人就是这样啊 为非作歹的时候 不知悔改 一旦走上绝路了 你再悔恨 又有什么用呢 还是那句话吧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要严格的约束自己的行为 不要让自己 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越险越深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咱们下期节目啊 继续关注公安部 亲往行动之中的 典型案件 再会